朋友觀看 大家好,各位晚安 我是黃俊全 那在今天的講座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虛擬機器的設計跟實作 我們這個講座主要是關注在所謂的PSS Bardic Machine 像是 JDM 或者說你可能知道像這個 以太坊的話一定也有叫 Virtual Machine 那在我們今天不會探討的議題是 System Virtual Machine 像是 QMU Virtual Box 或是其他的這種像 Microsoft 系統的模擬器 那不過這兩個議題都蠻有興趣的 我了解的是我過去都是花了大概十幾年的時間在探討 那所以今天這個直播也是一個嘗試 因為這樣的議題其實對蠻多人來講是很進階的 但是又跟我們的距離是非常的近 我等一下會有些案例讓大家知道為什麼這些東西對我們非常近 那我講一下我自己的這個經驗 在我中學的時候那時候剛好遇到這個 Java 那時候 Java 很火紅 那時候 Java 的火紅 大概你就可以把它想像成今天我們講 IoT 我們今天講這個區塊鏈, Blockchain 那 IoT 也好, Blockchain 也好 那你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比方說在那個年代會有公司會想要用 Java 把辦公室軟體 什麼叫辦公室軟體? PowerPoint Excel Word 這種軟體用 Java 重寫 對,你沒有聽錯就是有這種公司 聽看不太像對不對 我們找給你看 Java 那像這種公司呢 基本上也不是只有一家 就是你看這樣 Core Core 以前是在二十多年前呢 其實在整個個人電腦的市場其實扮演非常重要的廠商 那所以那個年代的 79 去 像說第一筆新聞就發生在 1997 年新聞 就 Core 這家公司就宣稱了 他用 Java 重寫 那你要想一件事 二十年前 整整二十年前的 Java 它的效能一定比現在更差 當時的軟體技術比現在差 硬體跟沒有講 二十年前硬體跟現在水準差太多了 可是沒有發現一件事 因為那時候 Java 還是火紅 事實上不只是 Office 軟體 那個年代呢 瀏覽器 就有好多套瀏覽器用 Java 寫的 那包含我自己有參與其中一套的開發 那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在 SourceForge 找找看 可能會找到一些影機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說那個年代其實有去 Wake Server 用 Java 寫 然後 Office 用 Java 寫 Browser 用 Java 寫 Compiler 用 Java 寫 而且好幾套 然後再來是 像是那個什麼 聖菜的作業系統 是用 Java 寫 就是希望用 Java 寫 裝置去動程式 所以你們聽錯 就是有這種玩意 聽起來很狂對不對 就是這樣 Java Java 在二十多年前 這樣的東西其實還蠻常見的 你可以在 SourceForge 找到這樣的遺跡 那在二十幾年前我也是跟這些網路上很有趣的這些 對我來講這些人很有趣 其實我那時候還不太認識這些人 那跟這些人合作其實是一個蠻好的經驗 所以我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不只學會 Java 的 programming 然後再來是我接觸到很多 Java 的項目問題 以及虛擬機器的設計 所以為什麼後來對 Java 的虛擬機器有興趣 也是因為這二十幾年前這些很有趣的經驗 然後我後來投入一個專案叫 Caffe Caffe 這個詞是北歐對於咖啡 Caffe 這個字的寫法 那 Caffe 這個專案 它基本上就是跟嘗試建立一個 Virtual Machine 那這個 Virtual Machine 基本上可以跟 Java 相容 但是它不能寫 Java 因為 Java 是 Sound Micro System 後來變 Oracle 的商標 所以我們會避免寫 Java 這個詞 所以我們只能寫一個那種平台的詞 那參與這個專案的開發其實很有趣 因為這個專案是全世界第一個 Open Source 的實作 那過程中其實可以遇到蠻多有趣的事情 我想如果你對參與 Open Source 專案很有興趣的話 其實你會想有兩種方式 你挑一個相對大的專案 選擇 Open Stake 然後去想 Java 裡面有哪些東西可以做 這是一個 當然像 Open Stake 或 Linux Kernel 現在能夠做的東西還是有非常多 但是你要踏入可能相對比較需要一點思考 就是不要訂太大的題目 先訂一些小題目 在那種很大型專案的題目訂小題目 一次一次慢慢的突破 另外一種就是找一個剛冒出來的專案 比如Cafe 在20年前它才剛冒出來 它在1997年才冒出來 對 1996 年 1996 年寫 然後 1997 年有完整的 Source Code 可以 Download 就是在那個名帶開始做的 所以我覺得好玩的地方是說 我挑一個相對小的專案 然後那是全世界第一個開放岩石碼的 Java 的 Virtual Machine 那在裡面就學到蠻多東西的 像我們那時候就是接觸到 第一個不同的作業系統 像 Linux 啊 BSD 那 Linux 還要分說 有 比方說沒有 MNU 了 那除了這以外呢 還會接觸到不同的 硬體架構 當然除了 PC 當然我們講是 32 元 的 Intel 架構 那除了這以外呢 比方說就 On 啦 像我那時候就接觸到 On 跟接觸到 Mix 那對我來講是一個很有趣的學習經驗 然後那也會因為這件事 我也成為這裡面的作者之一 那當然這個整個 整個貢獻者是很多的 那就是說 像這個專案的這個 咖啡專案的發起人是這位 Tim Vickinson 那Tim Vickinson 現在在 Twitter Twitter工作 主要在改善這個 因為你知道 Twitter 裡面很多 Java 的服務 那Java 服務的需要一個高效能 就是 Virtual Machine 所以 Tim Vickinson 現在在 Twitter 裡面做 那裡面包含像這個 Darriven Topic 他現在在 Oracle 工作 主要做 OpenJPK 那這裡面呢 有蠻多人 就是 就是 雖然現在已經不再做咖啡的專案 但是因為 參與咖啡專案 然後讓人生有更寬廣的路 我覺得都是蠻好的事情 那 待會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我回答我們今天主題 我們今天主題就希望 就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座開發經驗 那我必須聲明幾件事 就是第一個就是 就是 我 今天不想要從理論方式去探討 整個 Virtual Machine 可以用很理論方式去探討 但是我 忽略 因為在大學有很多課程 就是有一些 指定的教課書 那就是從比較理論的 比較全面的方式去探討 那我今天比較不想要這樣做 所以第一點 第二點是說 我今天想要 用實作觀點 當然 這個實作觀點可能會跟你期待不太一樣 就是我會跟你講一些比較小的實作 比如說 你往下舉可以看到這個 Brand F 這個不能完全念完 所以我只能念到 F 那個字 那以 Brand F 來講的話 就是它是個相對小的程式語言 那 所以我們在實作探討的時候 會是用這種等級的方式去探討 但是也不要太失望 因為我們還會講一些比較完整一點的 那我希望這個講座是一個點去的 就像 我們之前的講座 像是 你所不知道的新語言 或者手機裡面的按處器一樣 它是可以分系列的 所以我今天先做一個 先做一個嘗試 先看看大家的這個接觸到的狀況 因為 這個講座其實需要比較多背景知識 好 那我們來 思考一下 Virtual Machine 這一個題目呢 我們需要哪些背景知識呢 第一個你需要 對程式語言認識 所以像是 你可能要知道像是 Tuning Complete Tuning Machine 這種 比較基本的概念 然後不然說 所以大學裡面你可能會學過這個 Automata 這種 這種 叫做 在離散數學 然後在 計算機理論 基本上都有涵蓋在這部分 第一個你需要這方面的知識 比較理論的部分 第二個呢 你需要編輯系的知識 那當然 這個編輯系的知識呢 在 蠻多大學的資訊工程系 基本上都來探討 不過像台大跟交大已經都變成選秀了 那 我不知道現在還會在GG開課文教的 那 所以就是 你會需要編輯系的背景知識 但是你不用知道太多了 如果你需要 你對這個部分 沒有太多概念 但是你很想知道的話 你可以找這裡面 這兩個講座 然後我們有提供錄影 就是探討出 編輯系 以及它對你的這個最佳化 那我們要知道一件事就是 以21世紀來說 我們整個機構標準搭得非常高 所以事實上 你不是只是能夠做一個編輯系就好 你需要做一個 Authmated Compiler 然後甚至還要考慮到 不同的形式 比如說 Source to Source 比如說原本的原始程式碼是C++ 那你把它轉成C 比如說原本的是C 然後你轉成Java 會轉成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程式語言 那 像這樣 編輯系的這個存在形式有非常多 那這個東西有蠻多可以探討 所以你可以在這一邊可以看到 那另外一個 除了編輯以外 其實你需要知道Linker 那這邊講Linker就是幾種 第一個就是說 我從Object Object File 然後通過Linker 然後最終成成一個叫 我們稱呼叫 Executable Image 比如說 你最後的.ese檔 那在Linus上它就是EOL 那 所以就是不管是ese也好 或是EOL也好 那基本上你需要一個Linker 好 那是一個 那除了一個Linker以外呢 其實你需要一個Proven Order 才能夠把剛才講的這些執行檔 載入起來 就通過做一些服務 或是通過一些特製 user space 的環境 你把執行檔載入 而且去執行 當然執行過程中你需要驗證 除了這以外呢 你還有考慮到一件事 就是有可能有動態連結 所以你在之前講座有看到這個動態連結 那有興趣可以來參考一下這個 共比跟錄影 那我們假設 已經懂這部分 當然如果說你不懂的話 其實沒關係 因為我們這個講座有錄影 所以你可以今天先參考 然後記入一些問題 然後歡迎透過我們的討論區 那我們的討論區很簡單 就是你在這個注意的方框裡面呢 按下去之後 會有個討論區 要歡迎在這個上面 貼一些訊息 那有朋友說今天吃土 不會啦 不會吃土啦 以為是你會收 然後 對 所以這個問題就像這樣 其實這個問題就提出來 我們可以來討論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 所以就是也不要擔心說你聽不懂啦 那 今晚你在學習怎麼分析 好 那這邊的話 我們從幾個我過去的講題來探討 那 主要今天是來試水文的 我也想知道這個 各位朋友對於這個議題的興趣 因為這個議題 這個議題其實蠻好玩的 只是認真做的時候其實 還蠻辛苦的 你大概等一下就會懂 為什麼這麼多辛苦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我在2009年的時候 歐4DC 雖然已經停辦了 不過還是很好的議題 調味 那我在這邊分享 我的這個編譯器的這個經驗 好熟悉的畫面對不對 阿扁都出來了 把阿扁都放出來 我們還在探討這個議題 好 那在2009年呢 我選了一個這個窮的只剩下坦拍的 大概你也知道為什麼要選這個封面 如果你 不記得當時發生什麼事的話 當時有本很有趣的書 叫做 窮的只剩下錢 那我就把錢改成坦拍的 因為對我來講 技術還蠻有趣的 好 那 貫穿這一個講座 貫穿這一個演講的一個主軸 是這個 更明確的說法是 Close 坦拍的 所以 其實你現在可以發現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在我們現在有很 你身邊會看到非常多的Close compiler 好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 數理記下來 我們來思考一下 這個 編譯器的流程是怎樣 像你可以在畫面上可以看到 這邊有C 或是C++的這個Source file 那也有可能就往Assembly 就是中國人的程式 基本上都是文字 那我做了這個 compiler 那我們來知道一件事 compiler 它對應到的動詞叫 compile compile compile其實一開始的詞會是比較 比較一般的 就編傳 就是這種 有兩個詞容易搞混 尤其在中文 像我們這樣一個 中文為母語的人 兩個詞容易搞混 尤其翻譯成中文的時候很麻煩 edit 那 那當然還有一個對應的詞就是editor 那 edit 是編傳 2009多元就是編輯 所以就是說 比如說你要打字 typing 哪些字 有段落的 所以 typing其實它就沒有段落的概念 它不見得有什麼 有條理的 它只是打字嘛 就是用打字字 有點像你在鋼琴亂打 但是如果說你在鋼琴演奏 有旋律 比如說有不同的音程 或者說有開頭 有結尾 有repeat 它是一個結構性的東西 它不就叫我們稱為edit 所以 typing就是打字 edit 它是有段落的 所以基本上 像我們程式會有段落吧 程式會有結構 這個東西 edit 但是 edit 這個東西呢 它本質上呢 我就是把 它就主要是一個文章 一個稿件 或是一個 一個 比方說像是 卡片 它就是 from somebody to somebody 然後傳遞一個message compile 這個字呢 翻成中文還是很煩 對不對 edit 叫編輯 那compile 叫做什麼 編譯 你們覺得很痛對不對 雖然英文寫法很痛 這就是我們中文跟英文的一些差異 那我找了一些字典 那我就講一下我認知上 就是 認知上的一些經驗 compile 中文翻譯叫 叫什麼 編譯 所以編譯呢 其實它做的事情 就不是只是寫 文章的段落 或是打一些訊息 就是這樣 那不是那麼簡單 compile 其實它是什麼 它其實它就是 把原始的材料 做重新消化 所以原始材料 有可能會有一部分 存在 叫做什麼 能明 但是呢 更大比例怎樣 順序會改變 所以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compile 這個詞 它雖然中文叫做編譯 但是它很大幅度怎樣 它的那個結構其實是被改變的 然後有些東西被刪去 所以不要搞錯兩次 並講edit 編輯 compile 編譯 好 那以compiler 我們都知道 就是一般的compile來講 它基本上是從sauce file 把它轉成 object file object code 或是一個 machine code 這種形式 好 那我們剛剛在講這個elf也好 講這個ese也好 基本上我們看到 跨面中就看到一個東西 link 對不對 然後如果呢 你複習一下這個 我們之前講過這個 編譯器 還有這個 動態連結器的話 動態連結器的話 我們有講這個relocation 有稍微講一下這個原理 這個需要 那所以我基本上我把好多的object file 把它link起來 然後做relocation 做完relocation之後呢 我才有辦法得到一個 executable image 注意到 後面那個東西叫executable 那更明顯的說法叫做executable image 這個是一般港牌人在做的事情 可是你要想一件事 如果呢我們今天把這個議題 把它放在這種 比方說這個手機上這個議題來想 你想一件事 我在手機上能不能做這一次 顯然是有點困難 當然今天手機是沒問題的 今天手機 像什麼叫今天手機 今天手機講這樣 這是15年前的手機 所以 以15年前的手機來講的話 其實要做到畫面中 左上角這個 是很困難的事情 對不對 你要怎麼在上面邊緣層是嗎 這很難的 所以我們事實上是做法是這樣 我們想像右下角這張圖 右下角這張圖 基本上以前的手機 我們叫做嵌入式系統 那現在手機 叫做 我已經知道怎麼講 它就是一台更電腦 很強大的電腦 好 所以 過去的手機 它是一個嵌入式系統 為什麼 因為它就是一個 符合特定功能的系統 注意到嵌入式系統 不是說它的 預算能力很有限 不是 而是說它的功能很單一 功能特化 我的軟體 硬體 以及它周圍的 比如說這個手機有一個關鍵的東西 要填線 不要想看到 這個填線 要填兩公尺的填線 填到這邊來 所以這是一個很深奧的東西 所以 手機來講的話 我們是把當作右下角的 這個右股的地方 它是個Tugget 所以事實上 我要開發像 這種 傳統手機的系統 其實在另外一條機器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今天把這些程式碼編譯完之後 是把它 download到哪裡 download到印上 注意到它是有順序的 從比較強的 比較強的電腦 然後把任體 把資料傳遞給比較弱的人 這叫做download 比較強就比較高 比較弱的比較低 所以高的到低的 叫做download 那反過來說 如果這個Tugget 這個手機 它想要把資料傳遞給到 比較強的這個host 那我要做什麼 叫upload upload download 那 右下角這個東西就好玩了 因為一般來說 Tugget 跟host 它的CQ架構 它的作業系統 往往都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們稱為這東西叫什麼呢 稱為這東西 叫做close compiler 就是 我的close compiler 執行在哪裡 執行在host 然後 然後 這個 最終產生的東西在哪裡 parkest out 這東西叫cost compiler 我們先把一些詞給你 好 那 所以不要說我這邊有一段 像這樣的一個簡單程式碼 那就是開檔 那開檔之後做refine 然後再把檔案關掉 然後 這個 關 然後再 那 我們要想一件事就是說 如果說我原始的程式碼 是在左上角 好 那compile就是什麼 compile把source code 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電腦才看得懂東西 就像又變成這樣 就是 當然我們是做示範 故意寫一個東西 看不太懂的東西 就是它把它變成一個 只對特定的環境 特定的情境有效 那左上角不一樣 左上角絕大多數的人 學過程式的人 應該要懂 或者猜得出來 在幹嘛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一個詞好玩 叫做interpreter 所以就是 這個主行 或者 依據什麼 特定順序去解讀這個程式 所以比如說 這個 這個程式碼 不過你也知道這個程式碼 是為了這個演講的效果 這個 你知道演講的時候就是怕無聊嗎 所以就是 講進化指導 好 那所以這個 interpreter 希望它是中文翻譯 翻譯很好 解義氣 就是我去解讀 我去揣摩它裡面 心思 揣摩它裡面在運作 好 那另外一個東西好玩 右下角 JIT compiler 這個JIT 叫什麼 就是just in time 那我們要搞清楚 這個中文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這個中文學習 其實蠻痛苦的 就是你看 Edit Compile 這個完全拼法 寫法完全不同的東西 但中文翻譯一個叫 一個叫什麼 一個叫編輯 一個叫編輯 聽起來超級像 好 那這時候我們來講一下 這個JIT inTime just in time 就是什麼 然後注意到 這個要翻什麼 提時 就是提時 就是 inTime inTime要翻成什麼 要翻成 即時 比方說這個 這個東西叫什麼 就是說 I要即時 就是那個即時 所以我們要知道 什麼叫I要即時 其實是愛這件事 就是說你對父母的愛 你對戀人的愛 或者說你對這個 你的寵物 或者說你在意的失誤 基本上你的傳遞已經有延遲了 所以注意到 即時它意味著什麼 其實有延遲 比方說 我即時趕上公車 那用腦袋想知道 絕對不是 絕對不是什麼 絕對不是七早八早的到 不是 而是在最後一刻 但是一般人不應該在最後一刻 才到公車 所以我們叫即時 所以即時 它意味著它已經有 延遲 有一段時間的時間差 但是我在我的範圍內 愛要即時 比方說我親了孩子 要放在的時候 去災 關注它 或者是你的寵物 不要不要說它已經到了這個 生命的終點才去 才去哭 才去難過 這樣 這個東西叫即時 那另外一個即時很急車 另外一個即時叫即時 這個即時 好注意到 這個即時它的翻譯完全不一樣 就是叫什麼 叫real time 好這個real time 這個是完完全全注意到 in time 它意味著呢 有延遲 但是我可以接受的時間 real time 就不是這樣 real time 中文叫即時 所以你看 in time 叫即時 real time 叫即時 但寫法不一樣 你real time 在意的地方是什麼 real time 在意的地方是說 我呢 我會去設定一個叫dayline 好 我一定要在dayline內完成一件事 完成一個任務 那才是有效 如果我沒有辦法在 實線內達成的話 那我覺得那個是無效 所以它跟那個即時不太一樣 好 比如說改公車 你這一班沒搭到呢 你可以搭下一班 好 或是交個Uber 或是 可能就走路回家吧 所以它其實它沒有那麼 它沒有意味著損害那個事 好 但是real time很不一樣 就比方說像我最近在做這個火星廣告系統 對 我們要再廣告一下 自媒體的好處嘛 就散佈是可以廣告 對不對 那這樣 我們最近又要找一些 對這個linus 對這個暗處理器啦 對EQ的架構啦 我們就是說對系統問題 有興趣的朋友 所以都歡迎來加入我們 然後你可以發個訊息 然後送個簡歷 或者跟我們談一談 那會 所以就是說 以即時系統來講 它超過那個時限 超過這個dayline 是會有什麼Penalty 是會有懲罰的 是會有導致無可挽救的狀態 像火箭 對 你時間就不能完成 就是無效 就不用做了 再做或下去是悲劇 所以我們不想要處置詞彙 真的 所以 所以下次 就是 像我自己教學經驗 我發現 很多時候問學生 問學生說 什麼是DMA 那學生就說 直接機體存取 那我就說 請問你把DMA 講成直接機體存取 你就懂什麼叫DMA了嗎 你知道DMA是 裝置對裝置機體最裝置 或是機體最機體 或是DMA controller在做什麼事 CPU跟DMA controller的觀念 CPU cache跟DMA controller的觀念 CPU cache跟DMA controller的觀念 跟什麼 跟什麼 DMA的那個 它那個 就是 Bus上怎麼互動 你知道 我們應該把這些事講清楚 而不是只是 把一個詞彙 不是只是建一個Hashtable 我覺得很多學生 包含我自己 過去的自己 當然是上個世紀 我這個世紀 就沒有當個學生了 好 那很多學生 他其實 學習是只是建一個Hashtable 就看到一個詞 就把它講成另外一個 比較長一點的詞 但是沒有真的去了解這件詞 回到這個狀況 我們剛剛講到Just in Time 所以 In Time 意味著它起延遲 但是呢 它可接受了延遲 所以Just in Time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說 我在執行時期 我去產生什麼 Machine code 像右上角這樣 Machine code看不懂東西 但是呢 我在執行的時候才做這件事 我不會在七早八早做 因為很多時候 七早八早產生執行檔 有時候是有幫助的 我們等一下 或者之後的講座 會講一些案例 就是有可能 靜態邊緣器會輸給動態邊緣器 就是我們稱為 Just in Time Compiler 稱為動態邊緣器 有可能動態邊緣器的效果 會比靜態邊緣器的效果 來得好 這是有可能發生的 而且 不難遇到 其實你每天 過多少都可能遇到這種狀況 那我們再繼續看下去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緣緣器的流程是這樣 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程式碼 到輸出這個 ESE這樣的一個執行檔 其實中間遇到很多事 你要去解析 所以你為什麼要學習像計算機理論 或者學理善數學 或者學編緣器 那為什麼就是人家了解怎麼去解析 所以你知道就是說 會建立一個像ST 就是把這個 我把這個語法 我去解析每個Token 然後會去做Sematics Sematics的分析 像這樣東西 那產生中間upjify 然後之後再做linked 這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 在20年間 就這20年 其實我覺得這20年很有趣 所以為什麼要想要辦很多 辦這系列的講座 我發現很有趣的是說 很多東西過去只是超級調才有的東西 但現在變得標準配備 想說多核心 對不對 你會想要說 你會抱著 每天抱著10核心 在你身邊嗎 你會覺得這個很遙遠對不對 那是什麼意思啊 你基本上買一支手機 很可能比方說它裡面用聯巴克的晶片 那用聯巴克晶片很可能就10核心 好像這樣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支持國父 對不對 用什麼瓜抗 支持國父 對 這個10核心也對 用起來都爽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 過去這些東西 聽到10核 都是更多核 那今年也許會推出更多核的這個 基礎方案 但你會發現有趣的地方是 過去這些很遙遠 你們聽到 幾十核心真的很遙遠 但是現在變得很基本 比方說GPU GPU現在都是幾十核心的 甚至有可能在不久的未來 會看到 上百核的 上百核的什麼 上百核的 上百核的 Core的這個 GPU的運算單頁 這是有可能發生的 那 所以 如果我們在深入思考 這樣 硬體已經做了這麼巨大改變 我們再講一次 多核的 CPU 多核的 GPU 以及一支多核 我們在這個 手機裡面 手機裡的按處理器 這個講座 這個系列講座裡面 其實會講到像Big Little 比如說 會有運算能力比較低的 幾個 Core 跟運算能力比較強的幾個 Core 擺在一起 那平常的話 我覺得運算能力比較低的 Core 為什麼 因為它比較省電 那需要 比如說你要需要打叮咚啦 或者跑安兔兔的時候 就把某些處理器叫起來 去跑安兔兔 跑出漂亮的數字 讓手機比較好賣 這個東西叫做Big Little 所以你去想 這個東西呢 在哪裡發生 又來 你每天通道的處理器都會演 所以 硬體就做這麼大的規模改變 然後管理開發更沒有說 比方說Java Java這很有趣 就是我1995年 我就接觸到Java 那96年開始 我就開始寫一些程式 像剛才講的一些 參與一些Open Source的專門開發 所以其實呢 1996年我就會寫Java程式 但是我現在都對外都講 我不懂Java程式 為什麼 因為現在Java寫程式 你不太可能 從不到我去刻一個Java程式 不太可能 你一定用到某某Frenwork 然後Java 就問什麼Spring Hypernet 什麼JavaFace 不要說我 我真的不懂 所以好像沒有JavaFrenwork 就不能寫程式了 我每次想到這件事就很難過 但是它就是事實 對吧 所以今天我們 你可以看到很多公司 找Java寫程式 意味著什麼 熟悉Java Frenwork Frenwork 它並不需要 絕大多數的公司 不太需要 在台灣 不太需要說 對Virtual Machine 對Java的擺口 對Java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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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法的那個 非常熟悉 更冷 想說什麼叫非常熟悉 想說我問一個簡單問題 Opsec class Java的Opsec class 跟Interface有什麼差別 很多人覺得 對耶 這兩個聽起來 Opsec class跟Interface 這兩個都不能建立instance 這兩個東西都可以繼承 聽起來好像很像 對不對 特性來講很像 如果 你不能回答這問題 表示什麼 表示 就是 你可能對Java的掌握度 不是 就是還有一些 可以學習的地方 那 所以 我今天不是在講Java 我是講說 我們現在開發模式 你改變了 那對我來講 我看到很多伯工們 他可能沒辦法回答 像Opsec class 跟Interface的差別 沒關係 這不是重點 因為為什麼 解決問題 用乳酵方法解決問題 真是好事 好 用乳酵方法解決問題之後 再來學那些 語言的那個 細部的地方 這沒關係 無傷大雅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整個運算模式 其實大幅改變 然後再來是 你會看到 各式各樣明顯到一堆虛擬機 就是 你可以更多元的 更安全地去使用 使用這個硬體 這個太多了 這個我們就 不細講 所以 不過 我 之後有可能會來講一下 這個 系統模擬器 不是系統模擬器 就是 系統的虛擬化 像Qmium 好 或是一個 像是什麼 Witcher Bus 那 因為我 預計在 今年睡覺會發表一個 新的專案 好 那我之前跟大家 預告過很多次了 那我們會發表一個 就是 Embedded Embedded Hypervisor 那它主要是來 提升那個 支援使用率 那可以 讓系統可以達到更好的 這個Riotan表現 那 這個是我們跟 一家 德國公司合作的一個 一個項目 我們在 希望 可以在今年 暑期把它open 我們沒有很多project 都希望可以open 不過就是 寫不太出來 再來一次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 讓這件事早點發生 可以 可以加入我的團隊 所以 所以 回到這個狀況 我可以思考一件事 所以 你現在發生一個好玩的事情 就是說 現在一個 狀況 對我來講 我的解讀就是 這就是一個close over close over的中文翻譯 比較怪一點 我就不好意思講 但是 close over是很正面的事情 那 或者你翻的更文雅方式 叫什麼跨領域 很多東西都是拼在一起 那就是 像我們今天講 人工智慧 我們今天講人工智慧 並不是1950年代的人工智慧 1950年代講人工智慧 往往人們在講什麼 比如說這個alpha beta 講這個search tree 講decision tree 或者講 我要用什麼project language 我要用什麼樣的硬體 比如說那個年代 對list的要求很高 甚至發展一個list的訊號 就專門來執行list 因為list 在人工智慧的這個project 是一個很直覺 很自然的一個程式語言 所以為了要讓這種人工智慧運動 變好 效率更高 所以當時發展一個特製力 像list 可是我們今天不是這樣講的 我們今天絕對不會用1950年代的方式去探討人工智慧 不會 我們今天會從哪個面向呢 比方說從結合影像處理 因為算是大幅提升的 所以你幹嘛 給你一堆照片 去說 用這個人工智慧找處裡面是貓 或者說人工智慧裡面找哪個是臥室 或者人工智慧裡面找哪個是你老婆 老婆要放在心裡 不是放在照片上 所以就是說 用比方說影像處理的方式 或者說這個super resolution 就是說小圖轉大圖 你就想像一件事 比方說我今天有個小圖 就是這樣 小圖 那小圖我想要把它解析度拉高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電腦去幹嘛 腦補 用電腦補上影像 很開吧 真正腦補就是這個 用電腦去補 不是用人腦補 人腦那個比較腦補 所以你可以發現人工智慧 我們今天探討人工智慧的時候 我們今天探討雲端 我們今天探討什麼 遷入式系統 基本上都是跨越不同領域的 跨越不同項目的 跨越不同情境的 所以我們是會叫close over 所以我們今天為什麼要特別花時間去探討 virtual machine 因為virtual machine 讓這些close over 更有效率發生 所以我們先講結論 因為我怕你聽到一半 你不想聽 好 那我們快速來看一下 virtual machine virtual machine 比方說像我一開始開頭講的 Jabra 叫做virtual machine 除了Jabra以外 也有Darnet Darnet的virtual machine是clr 除了這以外 像browser Mozida 或是clone browser裡面 它基本上都有對應的這個virtual machine 那現在也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說過往呢 我講過往是20年前的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的講座 講過往都講20年前 讓我回想一下我的青春歲月 現在不能叫青春了 現在超長的 我上次去參加成大青年校委會 結果成大青年校委會的主辦人要求我去參加活動 那我想這個很近嗎 就在我的這個戲館的附近 所以就在周末順不過去 吹吹冷氣 喝喝冷水 喝喝冰水 結果沒想到呢 這個才坐下來 那這個青年校委會的這個主持人就說 哎呦 我們的青年的定義是32歲以下 就叫青年 好 那我就想說老子都快40歲了 你是不是要請我走啊 那有點難過 那為了這件事 為了這件事 他們還要改規定 所以這個 好那回想 所以20年前的好玩地方是什麼呢 20年前的好玩地方是 當時的瀏覽器主要是拼什麼 拼功能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20年前還有Nescape 你快忘記這家公司 Nescape Nescape跟Microsoft 那當然除了這兩家公司以外 還有其他公司 比方說Opera 那個時候就Opera Nescape Microsoft 基本上這些 這些瀏覽器呢 就拼功能 各式各樣功能 所以比方說這個 Mozilla 不是 Fivepass呢 就開始 這個 不是Five 那個時候沒有Fivepass 20年前呢 Nescape就加一些功能 那Microsoft也不幹事故 就加一些功能 所以他們拼很多功能 然後在所謂的DHTNL 上面呢 做很多很複雜的機制 上面也可以執行一些 比方說 或者讓GinWeb 大家可以拖替一些很酷炫的效果 好 但是呢 回到現在 我們發現說 光有功能是不夠的 而且好玩的地方是 在今天 這些公司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些公司 基本上現在還活著 不對 Nescape 我們在 變成某隻 某個角度 某個角度 所以今天來講的話 功能這件事很好玩 反而大家會找到一個共通點 就是說 我的規格上面 大家會寫作 因為我希望大家會把 比方說HTNL file 把它提升上去 讓HTNL file 透過公開的方式去發展 所以現在很有趣的地方是 這種公開發展之後呢 因為大家有個共通利基 所以這整個標準化變得非常快 過去呢 標準化其實非常漫長 但是呢 像HTNL file 它的標準化非常快 而且不只非常快 而且它時時刻反映了很多很輕的東西 比方說 我最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在搞這個 Blockchain 所以也許 也許我們之後也會有個講座專門來講Blockchain 好 那比方說呢 這個 你知道這個W3C 那W3C就是正在制定 制定這個規格 那有趣的點是什麼呢 有趣的點是 W3C也把Blockchain 或是我們所謂的分散式的這個帳本 把它當作什麼 標準化 事實上這個東西已經在進行 已經有初期的實作 所以這件事很有趣 有趣的地方是 我們今天就不是拼功能 因為很多功能本身 大家都 丟到 往上公開討論 但是呢 有趣的點是 這些瀏覽器要怎麼彼此勝出呢 很大比例的問題 是解決效能問題 那效能問題 首要的可量就是什麼 JavaScript 所以你看到 Mozilla 會有自己的JavaScript Engine 然後 Google的Chrome 會有自己的Engine 那 Apple 主導的這個WebKit 那也會有Engine 注意到 畫面中寫的這些Engine 都已經 名字有可能都改了 所以這個 因為改版得非常快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說 我們在對比20年前跟現在 焦點是完全不同的 20年前呢 很多小手段 你可以呼籲一下 Nescape跟Microsoft 很多小手段 大家都支援一大堆那種不標準的東西 而且還會相互搞一些很奇怪的手段 就是那種競爭的 然後當然最有名利就是Microsoft 因為他在作業系統裡面內建IE 非常糟糕的Lad 所以才有Wonderkline 哭得死去回來那個Wonderkline 所以就是說 這樣這個問題 當時就是搞了很多小手段 但是現在不一樣 現在不太玩這個小手段 現在玩的是 好 我讓它不要弄壞 所以 我不只不要弄壞 我還把Susql放出來 所以現在很有趣 IE的Engine 那個 WebKit的Engine Firefast的Engine 這三套 很大鼻子都是Open Source出來的 但是大家都在各自裡面 去發揮出來 那除了這以外 你會發現什麼 像是那個 手機平台的話 就不用講了 手機平台的話 裡面就會有一些 Muture Machine 像這個Java En1 Java En1 Java En1 哪裡有人 你可能現在很難找 就要用傳統手機 Nature Phone 裡面才會有 那Android裡面也會有 Android裡面就是 以前叫做Debit 現在叫ART A-R-T 那iPhone iPhone雖然看起來是 Native Core 但事實上它有一部分 是Merture Machine的方式去執行 比方說什麼 比方說這個 Gio XL 它是一個 OpenGL的這個 Shading Language 那這一部分是用 Merture Machine的方式去執行 然後除了這以外的話 像是 Adobe的這個 Pixel Bender 或者Shader 基本上它就是 透過這個 它也會有一個Merture Machine 那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有趣的地方是像Graphics Graphics 對Virtual Machine的依賴度 其實也是滿高的 所以你會發現一個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整個 Virtual Machine的應用 其實很廣 那我們接著來看 比較細的議題 那我們這邊講一個 剛好我也是最近 我在 Py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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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yCon是在台湾品质非常高的研讨会 我们台湾平均每个月会有1到2次的研讨会 那平均来说有几个点是特别狂的 就是非常多的 然后在PyCon的话是第三天 第三天我跟我的学生有一个议程 就来讲这个P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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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特别 PyPy它不是Virtual Machine 但是它也可以当Virtual Machine 它应该是超越Virtual Machine 它是一个我们称为叫Torch 它可以让你产生Virtual Machine UltimizingVirtual Machine 然后我看不太懂 我真的不知道 我每次看到这个网页都很难过 有什么一层表都找不出来 这个微风在里面 对不起我倒扣扣看不懂 每次看这个网页都被解决 就被切离付费 你就不能第一页就给我显示那一层表 所以总之我在PyCon 跟我的学生有回来跟大家探讨PyPyPy 也欢迎大家来指教 那这边列出来是五年前的 所以我今天为什么在想讲PyPyPy 就是因为五年前我讲的这个议程 有蛮多互动的 蛮多讨论的 蛮多讨论的 当然Stack or Flow那边也有一些讨论 但是里面很多资讯是旧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先来想一下 就是PyPyPy做一个Torch 那它做了什么事 那在这之前我们来想一下 Compiler到底来做什么事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 Compiler其实它的 在1950年代 其实它很多时候行为 都没有说很明确 我们事实上 Compiler它的做的行为 其实很有趣 因为人们其实是可以 直接用Machine Coaching 去Coding 就是早期的电脑都这样开发出来 但是它的限制非常多 而且阻止 有效的方法去控制电脑 因为我们之所以要发展电脑 就是希望可以让很多事情 比方说 那个什么 那个飞弹啊 或者那个什么 那个炸弹 投弹的那个什么 这个计算可以更有效率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希望 去解决实际的问题 但是如果说你的门槛非常高 比方说这样早期电脑 它必须就直接Machine Coaching 就是这样去编码 去控制电脑 这就很麻烦 不止麻烦 而且它会阻挠很多 科学家的使用 所以编辑器其实它很大的 比例是这样 它把能类所想的事情 把它转换成机器可以看得懂 这是过去编辑器做的事情 但编辑器要做的事情 可以看到画面中一个样的图 把Link Loader Link Loader Compiler 其实它本质上很多时候 会摆在一起 因为要解决问题 这也是启动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画面中这些 这个图就很有趣了 画面中这个图呢 你可以看到说什么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说 城市嘛 它会在不同时期 会有不同的状态 好 比方说我们刚才看下左上角 左上角不是看到一个Program 对不对 那Program在实际上 我要去解析它之前 有可能这样 透过一个前置处理器 所以我们在你所不知道的 锡语言里面 有个叫前置处理器偏 那就专门来讲这个 这个prepensation 锡语言的prepensation 来做什么事 所以讲说那个include 那个arrow 那个ify 就是属于这个锡语言 这些叫做prepensation 那再看城市语言 所以像那个 像锡语言就是这样的东西 那今后这个prepensation 出一完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 丢到这个语言的这个解析器 那今后这个语言解析器 我们会有个很有趣的输出 叫IR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IR是什么 IR是intermediate representation 就是中间的表示式 所以就是我 语言 就是这个编译器 它会有个前端 注意到 前端不是只有网页才有前端 拜托不要用这种方式来局限 你的思考 什么东西都有前端 我飞载也有前端 现在是前端 转过去的后端 所以像我这种肥宅 有前端有后端 那也有中间层 比方转一半就叫中间层 你可以看到我的肚子 你不会想看 老板 所以注意到 这个IR是整个编译器的中间层 注意到 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中间层 因为我会有language 比方说比方说Java 比方说C 我如果先把它转成一个中间形式 然后之后中间形式再把它转成Machine Code 那你就可以避免开发资源的浪费 为什么 因为你看 有一批人在编程上 他很容易扩充 他不用直接做出个C元 转到Machine Code 他不用 他只要把C元转到IR 同理 要支援Java的时候 只要把系元 把Java转成IR 那反过来说 如果想要增加一个Backend 比方说这个On的Backend 或者Intel架构的Backend 那我只要把IR 把Machine Code 我不用 这个Language Funding到底长什么样 所以基本上 他的IR 为什么说这个是编译器的一个心脏 就是这么一回事 那除了这里外 你会发现什么事 你会发现说 你会有Code Jam 那Code Jam 看它的性质 有可能Code Jam是直接 有可能产生Assembly 当然Code Jam也可能直接闪生 Code 都有可能 然后 然后呢 好玩的地方 你会看到 这是上面 这我们叫传统的编辑 但是有趣的地方在下面 比方说 我的原始程式码 比方说这边是C元的程式码 然后我透过解析 解析完之后 输出一个Code 所以就变成Source to Source Compiler 那另外一条路是什么 我解析完之后 我就直接去解读 去执行 去Evaluate 那我这么叫什么 叫Interpreter 然后呢 有这种方式怎样 我解析之后 就是产生一个BiCode 那就像Java一样 我留得出来原始的 这个点Java的卡 然后 这个透过JavaC 透过Java坦白的 处理完之后 他又看到一个什么 他就看到一个 点Class 他就这个BiCode 那BiCode 再丢给一个Virtual 去执行 那当然还有种形式是什么 就是我这个已经程式的解读 程式流程的解读完了 然后我透过什么 Java's Inland Convalent 然后就是我去输出这个MachineCode 我在资金之后去输出这个MachineCode 那所以我们接下来讲Virtual MachineCode 会主要在哪个层面呢 会在右下角这个层面 好 去来探讨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休息到 休息到8点55分 好 我们来继续 那 我们先来回答一下网友的问题 这个问题实在太有趣了 哪些Commerce品质比较好 只是同学多交一点钱就知道了 每个人认定好坏不同 那 我们这时候又要进到打广告的模式 我觉得是这样的 这个研讨会好坏很难鉴定 但如果说你觉得你想要一个好的研讨会 然后又可以符合预期的 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干嘛 一起来办研讨会 所以我们在佐水系以南 这个这个 就是从这个20 2012年开始 我们在佐水系以南 都就是每年都会举办 就会研讨会 那基本上这几年都在高雄 那今年是 你看从 1213 14 15 16 17 所以今年是第6年 然后会继续办 那 就还还算很多元 你可以参考一下 摸看 好 那有没有回答到的问题 当然没有了 这个问题太长回答了 好 那这个抱歉 然后呢 再来什么呢 再来是 哦 这问题很好 就是在 这是这个礼拜内的信息 这一周内的信息 在Google I.O.宣布一个新的程式语言 那就是 嗯 所以 新的这个程式语言呢 他很有趣 其实 他的实作来讲 他也是建构在这个 街边上 然后呢 所以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说 不管什么语言 比方说我们像这个Skala Skala呢 基本上也是 也是在 也是执行在 街边上 所以 我们要造一件事 Skala是一个 Functional Language 然后呢 呃 他在执行的时候呢 事实上你可以 可以这样 你可以 你可以把Skala把它 就是 他执行方式有很多方式 模式啦 就是说 你可以 在 透过 Visual Machine去执行 当然也可以 如果你 做得比较好的话 或者 或者 就是 看你怎么去设计 如果说你的东西没有太复杂的话 你甚至可以 把它转成这样 直接把它转成Java Code 所以像Skala也可以呼叫Java Packaging 所以是Skala 那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有没有可能让Skala的程式单独去执行 不需要Java Packaging 有 所以一个东西叫什么 叫做Skala Native 然后注意到Skala Native的这个状态很火火 所以 原本Skala 是你看 你就想念Skala这个程式 它 转成Bicode 然后执行在Java上 是这一种 但是有Skala Native之后呢 它就是说 它透过LVM 透过 透过这个工具 通过这个 Compiler Framework 直接输出 直接输出 Bitcode 那Bitcode呢 又可以直接 可以转折嘛 各式各样的这个Target 比方说Intel架构的啦 或者这个 ARM架构的 这个东西 像Skala 所以我猜 这是猜测 我猜Google应该也在做 只是说 你不知道它的过程 好 然后呢 对 感谢网友 这个 提供建议 就是在第三天 有这个 然后呢 Friendly Code 这个 这问题很好 但是 等下才有办法讲 不然 其他朋友 连题目 在问什么都不晓得 好 那我们再继续探讨这个 PiPi 那我们在探讨PiPi之前 花了很多时间在讲这把 Compiler Interpreter 的行为 那更明确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就是IR Intermediate 就能在学 那 事实上呢 那传统来讲话 它就叫做2Pass 所以就是说 我有个Language 的Front End 然后 输出成IR 然后IR 再把它输出什么 输出到Back End 就是透过Back End 输出到Machine Code 那当然 你在这种过程中 有可能遇到失败 或是其他的一个状况 然后 有趣的地方是说 如果你要做Artemizing Compiler 你会更多的Pass 所以就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传统是2Pass 但是实际上 你有可能有很多Pass 但是有没有反过来 单一Pass 有 这个东西 这时候我们就要讲到 我们做的东西 一样 你看 自媒体的好处 自媒体的好处 可以一天看到广告 超爽的 然后 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找一下这个东西 我们叫Ar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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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ArmaC C 那就是ArmaC Compiler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它就是一个 非常小的一个C Compiler 但是它可以最终可以直接输出 按个Machine Code 所以它就是One Pass 它没有Front End 它也没有Back End 而是我直接去解析西元程式 直接输出 按个Machine Code 然后它支援好几种方式 比方说它支援就要十一趟的Compiler 那它也可以输出DF支援胆 甚至也可以干嘛 也可以直接去解译它 所以这三个模式都可以做 那换你送一些Page来 这个 我希望 我希望 我希望有一天可以来介绍这个东西 我有介绍这个ArmaC C 之前 那你需要做的一些Bate知识就蛮多了 第一个你要懂点Arma 对不对 那你要对编辑有点概念 然后你要对Linker 所以 事实上 包含我们今天讲这个E 讲座 基本上都是为 讲ArmaC 做准备 那除了这以外 你还需要是 你可能要知道怎么去验证一个西元程式 就是说 你可能要去思考 我怎么去验证西元程式 不是只是看那个输出结果就好了 事实上 你可能需要从一些 比较理论的地方去探导 所以就是 一些像Automata DFA DFA 这种议题 NFA DFA 这种议题 就是比较理论的地方 可能要去探讨 这个另外我还在想要怎么介绍 那我可能会列一些 英文的一些讲座 因为我没有那个能力去讲几十小时的东西 但是 在Cosell上面有很多课程 在探讨这个部分 他讲得非常好 我可能把它列出来 不过放心 就是我很希望可以来介绍这个 阿玛西 这个专案 因为他的程式码不到2000 但是可以汇者非常多知识 那我觉得 尤其是在现在的大学的教育 或者我们在业界的训练 工程的训练 其实很缺乏这种 把小东西做到很精致 把小东西做到很完善 把小东西做到 就是让他面向又广又深 好 拉回来 那 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网友还问问问有什么问题 我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的 好 没有 那我们就继续讲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2Path 就把2Path坦白的 然后所以基本上 你可以看到说 如果你要做outmizing 那基本上可能会有什么 3Path 3Path基本上就是middle end middle end就可以做一些最佳化 比方说 比方说没有执行到的程式码 所以把它删除掉 或者说它结果中也都是常数 它有执行到 但是不管有执行都是常数 比方说整数的除法 整数的除法 当我的被除数永远都小于除数的时候 所以不管被除数跟除数变化怎么变 只要被除数永远小于除数的时候 整数除法得到值已经是零 所以回去你完全不用做 什么if else也不用做 只要这个条件它最后就是零 那像这样的东西就在middle end 那所以middle end就包含多 Altimizer 所以像我刚刚讲的东西就是没有执行到的程式码 就是Decor in Nation DCE 那或者是像那个 做了很多次都会有一样的结果呢 是什么呢 就是像你可以做Constant Progression 跟Bolding 就是像这种东西 那当然我们只是列出一小部分 事实上有非常多议题可以去探讨 然后最佳化的挑战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因为第一个就是说 最终我们要考虑的东西是language 或者是一个特定的程式 那language跟特定程式是一些我们在意的 比方说你在意的程式像什么 像那个Angry Bird啊 Kinny Crush啊 反正就是你希望让你淘汰越顺啊 开启越快越好 那有时候是冲突啊 反正你怎么玩都是输哦 你可不可以 电脑可不可以讲说 哎呀反正你怎么玩也不会世界第一 我就不跟你玩 不可以这样子啊 对不对 扼杀人的乐趣了 所以不能这样 所以你很多时候很多目标是冲突的 因为要启动很快 又要占用的机体小 又要攻击多 很多时候这些东西都是相互抵触的 不只这样 很多时候更麻烦的地方是什么 你可能需要做一些run time的语言 什么 run time 翻期 所以你可以把观念码抽下来 introspection 这个像python 或者是什么 java 很多语言还多这种机制 introspec 那你用introspec可以做什么事 你可以在执行时期 可以知道一个物件的形态 你可以在执行时期 甚至去干嘛 去改变一个物件的行为 或者跟其他物件建立的观念 就是introspec 很有趣可以做非常多事 那java资源的东西叫做reflection 所以像RTTI run time type identification 我表示我这个物件的 我的spin mode 我的object layout 基本上在执行时就会知道 好这件事很尴尬 这件事跟上面讲的东西会冲突 因为你看上面是两样 简单就是说 这个就是台湾最会的 就是要偷吃户 好 比方说你小时候都听过一个故事 高师 数学家高师 高师呢 以前不是小时候那个 他的老师就出一些题目嘛 就叫班达同学做 然后自己去打毛线自己去看看报纸 休息一下 出什么题目呢 像这个 1加2加3加4加4加到100 所以老师呢出完题目之后呢干嘛 去泡茶 泡茶 喝梅良三讲 没有我是空客 故意讲这个故事啊 所以呢这个老师呢 讲这个故事讲梅良 冷身下来干嘛呢 那高师呢就说 哦老师我知道 答案是5050 那当然老师就生气啦 说你又没在算你怎么知道答案啊 那高师就讲 那我有分析 分析是吧 1加100等于101 2加99等于101 所以我错 3加98也是等于101 所以我只要去算101出现几次 就够了 那达同学故事你都懂啊 所以你的提琴公式是怎么办 可是这件事有个问题 这件事问题是什么 如果我们把1加2加3加4 然后加100 用提琴公式去算 的确它可以很快 可是呢 要做到我刚刚讲的事情 我在执行时期 我执行到一半 对不对 它物件状态的改变 的时候呢 因为我整个执行路线 我刚刚讲那个状况 就是1加2加3加4 本来它有状态的 它有设计在什么状态 比如说被加速跟加速 还有那个敬畏 就是诸如此类东西 状态有时候改变 可是呢 我们找出个提琴公式 而且更厉害的地方是台湾人 台湾人如果提到 1加2加3加4加到100之后 干嘛 会把5050背下来 对不对 你下一次就把500背下来 对不对 你不背下来 你怎么考那台大 考那小大 考那还OK的学校 对不对 你就是这样背下来的 对不对 你就是 就算不懂 你也把它背下来 你只要听到一个 速算法 速解 就觉得 哇 对不对 这就是希望 但是问题是 很多时候 速算法这件事 跟什么 跟中间的状态 跟追踪这些行为 是冲突的 那除了这以外呢 你会发现 还有一些问题是什么 比方说呢 这个我们在实作的时候呢 会有考虑到一些什么 大东西叫monkey patching 所以就是说 你可以在执行时期 去改变一个class的内容 很酷 对不对 这讲是class 很多时候我们讲 物件导向的时候都讲 class就像一个模板 那模板压下去 产生一个 比方说鸡蛋糕 这个东西叫物件 这没有什么错 注意到 这没有什么错 但是 不适用于动态语言 像那个Ruby 它的模板可以改的 所以这个东西 就用刚刚那个模板 跟那个鸡蛋糕的例子 就讲不通 对不对 所以注意到 学这个程式语言也好 学什么学位也好 千万不要过度简化 不要看到一个DMA 就说什么了 动态记忆体 这个存取 不要这样子 我们要学的是本质 所以总之 在整个执行的过程中 有太多议题 你往往又要偷吃步 不是偷吃步 最佳化 你又要最佳化 又要能够知道中间过程 又要能够追踪 甚至改变 改变执行实现状况 然后又要考虑到 波合 考虑到记忆体 考虑到困执行 你会导致整个议题 变得非常之复杂 所以我们要知道 为什么我们讲Virtual Machine 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议题 就这么回事 因为它反映实际需求 实际需求是什么 像浏览器 浏览器现在都是Jarsku的战争 你能够把Gmail很快打开来 人家就觉得 哎呦我的用钱好爽 或者你可以在网页上玩游戏 人家觉得 这个浏览器棒 对不对 那反过来如果说开机没有开得很久 然后你就觉得这个东西烂烂的 就直接把它删掉了 或者说像手机的App更可怕了 手机的App有一大堆都 大师都不会直接到的 下载的认识不会真的跑到 好 那所以我希望我们要认识到的一个是什么 中间过程中其实有非常多议题 然后就是所以我们在这个下个月 就来探讨这个PiPi 所以我们会介绍一个BSL 就是一个 一个我们设定的另外一个语言 那我们我们透过PiPi 去建构另外一个语言的一个解析器 建构这些我们定义的语言的一个Compiler 甚至定义一个Jarsku的Compiler 然后呢 那可以有很多弹性 所以你可以想说 因为我透过PiTon去解析自串 就是写一些分析这些自串相对就容易了 然后呢 因为PiPi最终可以输出个像CCode 或者输出个MachineCode 所以你可以去保护你原本的程式 所以你会想象 我原本是什么 我原本是一个 比方说这个 是某个脚本语言 比较简单的脚本语言 没有像PiTon那样复杂 这是一个简单的脚本语言 那它去定义是什么 比方说smart country 这个我怕有人不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 我们还是讲一下 这个跟区块链有关 刚才没有看到奇怪的字了 当中没看到 不小心就 这个browser很讨厌的 有时候会把那个浏览过程 把你写出来 就不小心把厂商弄出来 就是让我非常困扰 好 那这个smart country 那给大家偷看一下中文的 好 那基本上什么叫什么 要控税呢 很多时候呢 比方说像这个 股票 那股票呢 你都知道 一般原则呢 叫做逢低买进 逢高卖出 可是你要买的时候 人家会耐你 那你要卖的时候 人家要买嘛 对不对 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事实上呢 逢低买进 逢高卖出 这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问题是时间点 你如果错过了 有可能这个时机就没有了 或者股价就是一泄千里 或者不用玩了 所以事实上呢 smart country在做什么事 smart country事实上就是 它其实是个状态 就跟人说 比方说这个股票 比方说股票如果一直跌 跌到一个等级 比方说跌到一个什么 跌到我的目标价 我的设定目标价是20块 以下的话呢 我就这样 我就 我就 我就把它卖掉 反过来说 如果呢 它涨到50块的时候 我就觉得毛宝了 接下来可能有问题 干嘛 把它卖掉 因为我再不卖 有可能卖不了了 所以smart country本质上就是 这种东西 但是让 电脑 注意到 以前呢 我们刚才讲股票 期货 基本上需要人的介入 但是呢 像这个 以太方的smart country 或者其他的blockchain 所引入的smart country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的东西 所以它本质上 它就是一个城市员 它就像一般的城市一样 注意到 一般的城市一样 但是我们称为这个 我们称为这个东西叫DSL Domain Specific Language 所以我们在6月份呢 要去探讨这个拍拍的时候呢 是我们会来做一个示范 就是说 比方说 类似一个smart country的东西 我们把它转成什么 转成machine code 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转成machine code 当然要保护那个smart country 对不对 而且它效率高 对不对 这就很有意思了 所以你看 以前要开发smart country 很麻烦的 你需要吸源 需要吸++ 然后用stl 那吸源 跟我们用夹要一堆很复杂的东西去解析 那我们现在不用 我们现在用拍反 拍拍 好 然后呢 最终输出的东西是吸口 最终输出的是一个 altymizing的opt 对不对 所以它让这个smart country 又快又好又安全 而且你可以中间可以安插一些 特别的程式码进去 对不对 你可以安插一些单负执行 这单负执行不是一般程式码单负执行 对不对 一般程式码单负执行 就是第一行到第二行 这个东西太弱了 我们可以把钱 注意到 这个smart country 最终输出的是钱的状态 当作一个什么 当作一个输出码 所以你可以安插一些probe 有没有激起你的兴趣吗 所以记得一定要来拍看 支持拍看 所以我们刚才探讨的议题在哪里 你可以看到说 Virtual Machine的设计 它脱离不了砍拍了 但是你也不用太害怕 你不需要懂怎么砍拍了 不需要懂刚才讲一大堆东西 才开始做 我们更多的时候 应该要在意地方是什么 你要怎么用 所以我们在前半段 会花很多时间来跟你介绍 怎么用 还不跟你讲细节 不然下次就没得讲 就是怕你一次吸收太多 但是我还是希望说 我们不要为了学习 学习过去本训 而去学习过去本训 而是应该知道怎么用 而是知道其他人的观点 而且尤其那种前辈们 他们观点是什么 那我们站在这些基础上怎么去做 那他们当初为什么要用这样方式去做 当初有一个心境上的变化 或者说他在做的过程中 有感情都是不足的 其实这是我们就是 你我可以去 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发挥作用 好 我在2013年 有另外一个讲座 那这个讲座就是 讲座 设计一个电玩模拟器 来看这个编辑的应用 那一般来说呢 电玩模拟器你可以把它当做 因为它本质上它模拟的东西 就是一个真正可以用的机器 所以比方说 我们今天探讨对象是什么呢 这个一个游戏 比方说这个论天堂游戏 那花园中的东西你真的很熟啦 这个东西是什么鬼啊 这个东西就是这个 超级马利欧兄弟 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翻译的时候 都要把兄弟拿掉 反正就是超级马利欧 所以我们想做什么事情 它是一个游戏 我想要让它变成一个native game 什么叫native game native game就是它就是一个执行档 所以我们希望说 假设你不管从哪个地方拿到一个nome 对不对 就是超级马利欧的游戏的这个image 我不管你怎么拿到 我不能教你 但是呢 你拿到这个nome之后呢 你可以在一个模拟器上面跑 但是我希望干嘛 把它变成一个执行档 可以单独执行 对不对 那这就是好玩了对不对 所以以后我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我就可以直接执行这个执行档 然后不是不用透过空气的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然后呢 我们要去想 这件事怎么做到 这个做到这件事 我需要哪些准备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当然先看一个东西 叫任天堂 那任天堂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呢 出现了很早的 1983年就有 那陪伴很多玩家 渡过通明时光 然后呢 这个很多人会搞错 搞不太清楚 就是说台湾称任天堂的叫红白机 就是因为它的机器的颜色 就是配色就是红白 然后那在 它的术语来讲 你看这个东西叫 这个机器叫NES NES是在北美 北美它的用词 然后在亚洲 还有在某些地区呢 它是用这个FC 所以你讲FC也好 你讲这个NES也好 基本上就来讲这个 任天堂的这个主机 然后呢 销售了6500万台 所以这很精彩的数字 然后它里面呢 是一个非常低接的数据 各位不要怀疑 超级马力欧 这样的游戏 它最早就把智星在8位的处级 6500万处级上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想想有点汗颜啊 对不对 今天呢 我随便一个电脑或是什么 64万元啊 随便是什么 10核心的 对不对 但是呢 跑里面的游戏 有没有超级马力欧 那么好玩 很难讲的 至少我写不出来 那么好玩的游戏 对不对 所以你看 以前的呢 在那么低接的硬体上 透过软体 透过各种巧思 开发出超级马力欧 开发出 波斯王子 泡泡的 对 我的童年跟你可能不一样 你可能比较年轻 不知道这个东西啊 但是呢 这些东西都是 在这么低接的硬体上 所以说来也是一种奇迹 所以为什么你要回顾历史 这很重要 过去人就是这样子走出来的 那我们现在有那么好东西 做什么东西出来 吓死你的东西啊 对不对 好 所以 这上面除了这个650 这个8位的处理器之外呢 它是上一个专门来处理这个影像 那 这边的术语叫做 Picture Processing Unit 就是说 它处理处理影像的这个单元 然后在专门处理声音的audio 然后再来是 它有一些客制化的弄image 好 然后呢 这个 这上面呢 嗯 我先跳过啊 好 那我们想要做什么事呢 我们想要通过LVN 注意到 LVN 呢 以前的 它以前有全名 叫做 No-Labor Version 注意到 这个东西 现在不要这样讲 因为这个词 LVN 已经不是一个 No-Labor Version 所以你应该把它当过一个独立的词 它就叫 LVN 它没有全名 注意到 LVN 就是一个 很难念的 LVN 就是一个词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完整的缘译器 技术建设 所以基本上帮 compiler 帮 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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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包含 那除了这以外呢 你可以搭配一些特定的 code 然后LVN 它可以搭配 像是什么 搭配 Editor 像 Visual Studio 就像 Visual Studio 拿着程式的缘辑语器 它可以搭配 LVN 语法解析器 所以你可以一边写程式 一边检查语法 可以做自动课完 这是一个很扭曲的事情 那你们想问一件事 以前程式解析是因为程式已经写完了 那写到一半要怎么解析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学问 我最想知道 把LVN 或是把一个compiler 整合到一个编辑中的程式 然后要做依法分析 要做Synthes Highlighting 要做自动课完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所以你会看到说在EIN上面 在BIN上面要做autocomplete 有非常多的方法 但是也有人用LVN 来做autocomplete 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局 所以你会看到层次不同 以前的做法是 以前的autocomplete 只是穷局法 比方说PRINT 可能就是出现F 因为PRINT 后面出现了Token 这个比较少 但是在现在不一样 对不对 你现在程式有Fernwork 有STL 有各式Library 各式HeaderFile 对不对 所以它不能只是用 GreedyArgum 去找它的Match 甚至它要真的了解语义 大家知道 我今天打CreenF 它是一个FunctionName 还是一个不变数名称 还是一个什么 还是只是一个Nable 要分出来 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所以它需要对羽翼 有一定的认知 所以比方说 刚才有个网友问到一个问题 这个IR 可不看得懂 有没有看到画面中 IR在哪里 所以 以LVN来讲 IR本质上 它就是一个虚拟的硬体架构 虚拟的硬体架构 它也会有对应的组合语言 所以中间的部分 就画面中中间问 它是叫什么 IR组合语言 那 它事实上它有战斗器 它是以Register Base 就是说 有两种 一个是Stake Base 一个是Register Base 那 LVN的本质上 它是一个Register Base 的什么 的一个 Virtual CPU 所以你看到 这边有两个 这边来讲 会看到 这是一个战斗器 那这边是一个Operator 那这边是我们称为叫 Free Address Code 就是说 为什么叫Free Address Code 一个 Operator 在这里 Operate 就是这两个 这两个的 战斗器 所以这两个当作输入 那这边当作什么 这个战斗器当作输出 然后呢 所以IR这样 那 有确定的是什么呢 以Language Bronin来讲话 像Java也好 C++也好 基本上你要做实力 就是把左边 变成右边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 然后呢 如果你有Begend 的话呢 一旦把左边到右 中间的东西写完之后呢 它就可以这样 指定一个Begend 可以述速 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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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 好 那你会发现一件事 就是IR来讲 它的资讯量 会比最终能源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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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 原始的资讯都存在 然后呢 但是到IR的时候呢 有些资讯都不见了 像刚才讲的那个诸解 程式码诸解 不见了 到IR的时候呢 就很明确 每个物件 Int Integer 需要多大去表示 所以这边来讲 看 你看左边的Integer 你乍看没有 它不见得是32位元 它有可能 可能是64位元 但是IR 就直接跟你讲 用30位元去表达 然后呢 到最终的Machine Code的时候呢 我直接干嘛 连记忆体的位量 的Ping量 不是位量 Ping量 Offset 我的Offset 我的Machine Code 我的Operance 要用什么东西来表达 就已经清清楚楚取出来 所以 最左边是资讯量最大的 到IR的时候 资讯量已经降低了 然后到Bed-end的时候呢 很多资讯都不见了 甚至 像前面讲过 会做一些最佳化 所以左边呢 原本是什么 FORM圈 就是高师的FORM圈 1加2加3加4加5 一直加到100 所以原本有加法 有Compare 就是说 这个I有小于100 然后呢 有什么 有这个Range 但是呢 因为我们做过最佳化之后呢 直接显示什么 5050Range 就是台湾人最会的最佳化 背答案 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 那这样的话呢 资讯量就更不对的 原本 左边有围圈的 原始程是蛮围圈的 右边直接变成 5050 背答案的输出 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是什么 我们今天设计的Virtual 其实要面对这种问题 就是说 我可能有一个中间形式的东西 像中间 看到这个部分 中间这一段 这个IR 也可能是一个by code 或是某一种执行档 或是像刚才讲的 任天堂工的其他东西 它是某一个 no image 那我要去解读它 我要去分析它 我要去执行它 我要去执行它 好 那么这个 快速跳一下 那么那么 好 那 所以现在的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NES 就是这个任天堂 这个602的这个什么 这个Machine code 把它先把它转成LVN的IR 所以我们也要做这个工作 所以你看到这个组合员就有点熟悉 i3的那个 就是组合员 就是LVN风格 注意到一件事 LVN的这个IR 会一直改版 所以 基本上 这份组合员的程式 用新版的LVN 已经不会动了 如果你想让它动起来的话 欢迎送patch 那 所以我们就是要补完这个什么 把这个 我就一路一路做 就是把这个 怎么去做这个 那除了这以外呢 你可能还需要做很多最佳话 就是中间 这里面有很多那个 有很多 我帮大家抄了这个关键之下 所以你看到 我们讲 做ultimization 会做非常多 中间会有这种 patch 所以一般来说 ultimizing compiler 一般来说 就会有100到以上 100到500到这种 100个patch 到500个patch 就是有工业强度的编辑 非常多会做到这种分析 所以 它其实 议题是非常复杂的 好 那所以 我们也要运用这些最佳化策略 然后拿输出的 可以最佳化的那个code 然后 当然你要去做很多准备 好 那所以可以看到什么事情 你大概有点感觉 原来 virtual machine要考虑一题 真的是很多 好 现在终于呢 我可以干嘛 可以前进到 virtual machine 好 那在2013年 我在 新竹马龙 对哦 你们有点好奇呗 前面几分 同一篇怎么都是2013年 2013年是这样 我就说 反正我就很想跟你讲 不是啊 就是说 那你发生一些事情 就是说 那你发生什么事 就是那你发生 我跟一个公司签一个合约了 就是 这个就是 一个敬业禁止合约了 那那家公司都 会付 顾问们给我 那前提是 这个不能做 那个不能做 那个不能做 那导致我很多事都不能做 那我觉得有点闷 就是 签那个 签那个合约签太早了 导致说 太多事情不能做了 所以有点无聊 所以 但是后来发现就是 好像没说不能不能讲课 所以2013年怎么无聊就讲课 所以比方说除了新竹马东以外 Costcap OSDC 那时候OSDC 那时候OSDC 现在还有吧 那然后再来是什么 那时候除了在成大有开课以外 在 在哪里 在这个 中正大学 那之后还在政治大学也有开课 好 那总之 那我那个时候就想要做一件事 做什么事 跟大家介绍 Rutual Ocean 不是只有讲Virtual Machine的概念 而是希望可以干嘛 可以讲Costach 就是怎么去建构一个Virtual Machine 即便是没有编砌器背景的人 应该有机会都可以懂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目标 所以我们就慢慢做 那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希望去建立一个 Full Function 就是它真的可以做的一个Virtual Machine 而且从屋到有去开发 这件事很重要 这个 不是只是给你一个Virtual Machine 然后说 这叫OpenJDK Source Code可以自己去Dunload 自己慢慢看 放心 OpenJDK程式 如果你随便Dunload下来看 就会懂的话 那请问Oracle那些人干嘛 请问复活那些人干嘛 这是一个非常深套 你今天要了解OpenJDK 它不可能只是看Source Code就会懂了 你需要非常多的背景知识 而且你需要非常多的演化的过程 你才能够懂一点皮毛 因为现在东西真的太难了 那所以我们这边选一些 就是我们这边的做法 我选一个比较简单的语言 BrandF 这个BrandF很有趣 你要写BrandF的Compiler 比写BrandF的Interpreter简单 那写BrandF的Interpreter又比写BrandF的应用程式来的简单 就跟绝大多数语言更好颠导 绝大多数语言是写程式语言很简单 比方说Ruby 要输出什么支撰 好简单 可是要写一个Ruby的Interpreter 哇靠 这超难 如果要写一个Ruby的Compiler 哇靠 写不出来 你在市面上没看到 所以 绝大多数语言是这样 写应用程式最简单 写它的Interpreter相对难 但是写它的Compiler 超级不拼难 但是BrandF刚刚有颠导 所以我们会很容易的去写出它的Compiler 然后Compiler写完之后不要有信心 我们在写什么 它的Interpreter 然后行有预定在写BrandF的Uppage BrandF的Uppage 真的很能写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BrandF这个语言很简单 它的定义很简单 但是它也是一个什么 Tuning complete的语言 这就是很重要 只要两种程式语言 都符合什么特性呢 Tuning complete 这两个语言就可以互转 然后再讲一次 A语言也好 B语言也好 比方说C语言跟Java 分别来讲这两个语言 只要C语言是Tuning complete 只要Java是Tuning complete C语言写的程式就可以转成Java Tuning complete 你在理论上可以做 在实物上要怎么做呢 你往往需要人去改写啊 或是透过一些半自动方法去做到这件事 好 所以这是我们去思考的 在1993年的这个有趣的人 它设计的语言实在是很狂 那这个Briant F 最早呢 它的Compiler只有240个bytes 帅吧 就240个bytes 然后后来呢 这个Briant 就是做了更酷的东西 只做出一个170个bytes 然后就可以这样 输 让那个Briant F 变成Machine code 那么这是很有趣的 那这个语言怎么办 这 Binion 大概是半观后看到 isesan 大一小一 既康唷 还有点跟 技点跟兜点 那这个 为什么要学这么白痴的语言 刚刚動画的解释 它是不过Tuning complete 这件事很重要 你可以想一下哪些语言不是Tuning complete 如果想不出来的话 回去看一下離散數學的計算機理論 因為它是符合 True and Complete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件事 就是天底下很多程式語言 那我可以做一件事 我把很複雜的語言轉成比較簡單的語言 那我剛才講過了 如果我們可以寫出 Brand F 的 compiler 所以相當於是怎樣 你把很複雜的語言先把它轉成 Brand F 再用 Brand F 轉成 Machine Core 比方說 Intel 架構的 Machine Core 那你無意間就不是把一個很複雜語言的編輯器做出來 對不對 你看這個思維有趣 而且你會發現說這就是程式語言的演化 它是一步一步的 包含西元的開發者 當初在設計西元的時候 它的編輯器 今天的西元編輯器是用西元寫的 像我剛才講的阿嬤 西 它有什麼原寫的 西元寫的 那阿嬤 西 西 它本質上是一個西 compiler 那所以它可以砍派很多程式 包含自己 所以阿嬤 西 西 可以編譯阿嬤 西 西 的原始則字碼 輸出阿嬤 西 西的執行檔 那阿嬤 西 西的執行檔 它又可以去編譯另外一個原始程式碼 比方說阿嬤 西 所以你發現有沒有詞毀 超high的rap 所以它是我們稱為叫nasty nasty 或是叫做sale content 的一個compilation 好 那這個語言基本上就是 就像一個滾一個 就是一個磁帶 去改變它的一個帶子 去改變它的狀態 所以它每一個單元都是一個sale 好 那因為時間關係 我快速帶過一些東西 那我們直接把f的語意 把它直接對應到西原 完完全可以對應 很酷的用這個 完完全可以對應 所以比方說這個大語是什麼樣 就是把一個pointer 就是什麼 把這個pointer 地增 那 我講錯了 這個大語的是什麼 大語是地增值 所以注意到是加加 加加是放前面的 好 那小於是什麼 減減 就是把那個值改變 那改變之後回去 好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這個加跟減 注意到加跟減 我把指標取的值取出來 然後注意到加加 好 那另外一個東西呢 就是這個 就是取值 再減減 好 那所以 實際上它在做的事情 就是跟這個 池袋 就是我改變裡面的狀態 好 這個東西聽起來很簡單 但是 很不自覺 乍看不自覺 所以你要花一點時間 我們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這個投影片 會有一個對照組 好 點 所以 G點跟逗點比較簡單 G點就是輸出 逗點就是輸入 然後呢 方括號就是什麼 這個回圈的開始 那 另外一個方括號呢 就是這樣 就回圈結束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事實上呢 雖然看起來有八個什麼 instruction 實際上只有六個 那為什麼六個呢 因為 據點跟逗點 你可以把它當作它不是 主要的這個 這個OP code 那 所以呢 事實上只有六個OP code 那 但是這個六OP code呢 我可以拿來幹嘛 我可以來組合起來 可以做博士 所以這個BrandF的程式 你可以幹嘛呢 你可以讓它輸出一些 輸出一些 輸出這個 輸出圖形 不要玩意 它可以輸出圖形 大家會看到 那除了這以外呢 你可以接觸輸入嘛 所以你可以寫什麼 幾A幾B 猜數字的程式 當然可以 然後你當然也可以用BrandF 寫出一個compiler 那既然你可以寫出 寫出個BrandF的compiler 你可以輸出什麼呢 你可以輸出source code ccode 你也可以輸出什麼 ELF的執行檔 所以呢 這件好玩的 我用BrandF 寫出BrandF的compiler 那BrandF的compiler 它可以輸出一個 ELF 或者輸出一個 ESE 那我就可以用輸出來的ESE 來執行新的BrandF的程式 這件事不就跟剛剛講 阿嬤希希很像 對 所以如果你願意 你也可以用它來做什麼 Boost Tripping 所以這也是Save Compiler 所以你看這個東西很好玩 好 我們先來寫一下 WrandF的compiler WrandF的compiler 好玩的地方是什麼 一頁就寫完了 所以你可以用Oak 你用Oak 或者用Pearl 或者用Python 用那個你熟悉的語言 當然你要吸語言 你還是可以啦 所以你就E對E的把它轉換掉就好 但是真的是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你要先宣告你的Sales size 所以我先宣告我的Sales size 是3萬 所以你就想像我的磁帶 磁帶的空間是3萬 好 那我的從頭到尾在幹嘛呢 我就看到什麼 就把它轉什麼 就把它轉成這個對應的功能 好 那 這樣就回來了 對 所以你要寫出WrandF的compiler 比你想像中的簡單 對不對 你只要把 那你說這個是作弊啊 你直接把它輸入Ccode 好 我注意到 我們前面不是有講過 Compiler有個顯示 對不對 它不是只是轉了MachineCode才叫compiler 你從saucecode tosaucecode 也是一個compiler 所以我們叫sauce tosauce compiler 所以這個 以畫面中這一段程式碼來講 它本質上它是一個sauce tosauce compiler 它把BrandF程式轉成Code 但是呢 這沒關係 這當然也是compiler 因為我讓這個 不同的這個 我讓這個原本這個 BrandF程式可以這樣可以執行 好 那要寫interview就不是很難寫 就是寫interview的話呢 你要先也是一樣 配置空間 那 interview難寫的地方在哪裡呢 因為你要去解析 解析什麼 講這個方括號 方括號是一對的嘛 你還記得這個定義吧 它是有回圈開始有回圈結束 那回圈裡面可不可以有回圈 當然可以 所以我怎麼知道我的回圈 是針對哪一個回圈 所以你看這東西就比較麻煩對不對 你要去追它的那個 它在地底層 你說為什麼 轉了Ccode的時候不用管這件事 因為C卡反而會幫你做 所以你看 工具之所重要 就是這個東西 像我剛才講的 Smart Country這種東西 你要用C語言 對不對 要寫出一個Smart Country的 一個什麼 interview 或是寫出一個Smart Country的 Compilot 你就想像你要用Ccode來寫 又不難寫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要搭配一個PiPi 搭配PiPhone那些強大的 那個文字處理工具 對不對 你瞬間Smart Country就變得很好奇 對不對 而且最後可以輸出Ccode 或是輸出一個Machine code 所以人家看不懂 對不對 人家去逆向工程的難度就比較高了 所以 工具 真的很重要 好 然後呢 這段程式法 自己看一看 你應該看懂 如果你 好啦 再給你一次機會 就是1秒 2秒 3秒 你3秒應該可以看懂一半 如果看不懂一半的話 你可以 去洗洗睡 因為後面東西 你就不會懂 然後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可以用Brand F寫出Brand F的Interpreter 所以好玩的 這件事好玩的 畫面中的程式碼 雖然你看不太懂 但是呢 它完完全全是由什麼 完完全全是由剛才定義的這個 定義這個語法 去做出來的 所以你大概體驗 大概感受到什麼TuningComplete的威力 你可以用Brand F寫出Brand F的Interpreter 你可以用Brand F寫出Brand F的Compiler 那所以Brand F的Interpreter 可以去解析Brand F的程式 包含自己 所以我們稱為叫Self Interpreter 同理你可以去編譯自己 產生正確的輸出 那我們就會稱為叫什麼 Self Compiler 好 那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說很多程式語言 比方說Java 你用Java去寫出一個Java的直譯器 Java的Interpreter 很難 沒有幾萬本是寫不出來的 那像我寫阿嬤希希的時候 也是很大的困難 我那時候有寫過 想要嘗試寫出500 500寫不出來 那後來700勉強 但是有些語法沒有資源 比方說指標 沒有資源指標你就覺得很廢對不對 就是覺得弱掉 所以就不太好 所以就是像C語言 你要能夠寫出 或者Strap 這種種種種種種 你要能夠資源 其實很困難 就是說 但是Brand F的有些地方是 因為它語法夠簡單 它的Language的Definition夠簡單 所以導致說 你可以很容易去寫出這樣的音樂會更高 好 那我要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說 在實作過程中 有些地方是會設地帶 比方說我們知道 End of File 或是 EOF 事實上 Brand F來講 它對End of File 這件事是沒有概念的 它從來只有輸入跟輸出 它不知道什麼時候一定要結束 然後再來是這個磁帶 這個卡帶 卡夾的空間到底要多大 事實上有沒有定義 然後呢 一個Cell 它是一個Byte 還是四個Byte 還是八個Byte 有沒有定義 沒有 然後呢 換場符號是什麼 這也是一個好問題 這件事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沒有定義換場符號 那我讀入輸入怎麼辦 我輸出怎麼辦 所以變成說 我的輸入跟輸出有可能 行為完全不一樣 跟其他的空間行為 所以這個東西是跟實作有關 所以我們今天 我們在後面程式碼做一些審閱 那因為時間關係我沒有講這個過 好 那事實上還有一些擴充 它可以做到self-modify 就是說 我在執行過程中我可以幹嘛 我可以去修改 我對自己的程式做修改 你就想像 我可以執行BrainF的程式執行到一半 我去修改BrainF本身 不是只修改磁帶 是修改BrainF本身 那事實上也有不錯 很有趣 那我們來快速講一下這個語言可以幹嘛 那比方說 破迴圈對不對 破迴圈就是這個方括號 方括號 開通和結束 你可不可以做assignment 可以 你看 我要把y assign到x 注意到這個東西不是念s等於y 是把y assign to x 那或是late x equal to y 所以注意到不能念s等於y 是late 讓x的值是怎樣 跟y一致 所以 我要怎麼讓y的值跟x是一致 就是我要怎麼讓x跟y的值是一致 所以這是一個有趣的事情 你就想像那個 那個 那個 餘公餘三 餘公餘三是什麼 就是這個 1點1滴的 所以你要把y 我就把y的值一次扣一點 把它搬到x 然後這個 扣到什麼 扣到y等於0為止 就是一次扣一點一次扣一點 就是一共一三的方法 然後你要做比較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你看到原始的branf的定義 它有一個if else 沒有 然後再來知道 原始的branf的這個 instruction 注意到我們稱這個東西叫instruction 因為你要把它當作一顆cpu 當作一種cpu去看待 它事實上從頭到尾只有這個 data pointer 的出力 還有回圈 它沒有if 也沒有else 也沒有switch 但是沒關係 這不會影響 因為 作為一個turing complete 光有這些組合 就可以做出if 而且可以做得很強大 當然你要做什麼switch當然也是可以 if怎麼做呢 這時候我們來想拿什麼叫f if是什麼 x大於y x大於y 或是i if if x大於0 所以 我們的重點是什麼 對我們來講 x大於0 這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我可以建立一個回圈 注意到畫面用一個回圈 意味著我x可以讓我扣幾次 我扣到0就不扣了 所以如果原本是0的話 我扣到0就沒有意義了 所以我能夠扣幾次就表示有沒有成立 我只要 我的剪法可以做幾次 意味著什麼 它是true 就是force 所以為什麼西元的設計進去 你看西元設計 什麼叫force 原始的西元 原始的西元 原始的西元的聲音 只要0就是force 那只要不是0就是true 所以這個很想法就是0 它是force 可是負100 負1萬 負1000 我們要把它處理 所以不是正的叫true 負的叫force 不是 0就是0 0 0就是force 除了0萬 全部都是true 好 所以其實這個概念就跟這個很像 我可以讓我扣幾次 我可以讓我加幾次 我讓我減幾次 反正不管 我最終就是 比較 它是不是0 好 所以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事實上 你有這個概念之後 我可以去思考一些東西 比方說這個 方括號 再加上一個減 好 那其實對應到 一開始看著code 很痛苦啊 一開始看code的時候 不好懂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很好玩 其實這個東西本質上就像這樣 這個方括號這樣寫 其實它就是這樣 我去比較這個sale的內容 注意到 所以比較這個sale內容 然後就先剪 那注意到我要先retend 先retend 再去剪 好 所以它其實相對這個東西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麼 對 忘了講 所以這個東西本質上就是什麼 就是把 某個sale的字清掉 就叫clean 或是你要把它講說reset to zero都可以 反正你叫reset to zero或者叫clean都可以 好 那另外一個東西呢 叫cat cat在做什麼事 就是輸入 輸入什麼 比方說 我讀取一個字元 那我接著把它輸出一個字元 這個叫cat 超high的 你如果要在西語言寫出個類似cat這種程式 對不對 就是就把某個檔案把它片出來 比如說給你示範一下 怕有人不知道什麼叫cat cat跟貓咪的關係 好 這比方說呢 好害怕 怕你看到不可以看東西 好 比方說這邊有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叫 對啊 如果說你要找我寫推薦信也可以 這個 你要找我當故意也可以 反正如果有空的話 好 那這個 比方說 我有個檔案叫rb 我有個檔案呢 叫rb.h 好 那我就cat 他就是 把裡面的一個byte 接著一個byte把輸出 好 所以他做cat做的事情 就是 讀取 資料 輸出 資料 好 那以brenf來講的話 做cat超級簡單 他就是這個for圍圈 好 我有輸入 好 然後就是輸出 好 做到沒有位置 好 那 接著我們來看另外一個例子 if else 或是in if 能不能做 當然可以善用for圍圈跟加法建法的組合 好 那這個 請自己回去看一下 所以你有這個if 要做if else and if 當然可以做 那要做成法呢 做成法我想這個比較年輕的這個朋友 大家就很懂 比較年輕朋友知道一個東西叫做什麼 建構思數學 不要問我什麼叫建構思數學 我不懂 好 那 我也不想懂 好 那6乘7呢 什麼叫6乘7 背過99乘法表的朋友都知道 674276412 對 但是呢 你建構思數學在意的觀點是什麼 它 6乘7是什麼 加法 加了7次 好 所以我們就用建構思數學 所以你看 1 2 3 4 5 6 好 接著呢 我要幹嘛 我要對6這個sale 加7次 那加的過程中我要幹嘛 我要去檢查 所以要記得 不是有講這個 像這種東西 然後我要去檢查 檢查裡面加這個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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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 也就是什麼 就是乘數 7就是乘數 那乘數的指令我要加幾次 所以我就加1加2加3加4加 加到追蹤結果等於42為止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到215動再繼續 休息的過程中順便跟他講一些事 就是 之前的這個 錄音的時候發現一件事 就是 冷氣機的聲音啊 其實還蠻吵的 所以可能現在有聽到一些雜音 就是冷氣機的聲音 那這個 那這個 冷氣機雜音很吵 所以導致那個 我們露營的時候 有些品質會比較差 所以剛才那個 剛才這個 講座的過程中 都沒有開冷氣 那對於肥宅來講 其實蠻痛苦的 所以我們中間為什麼需要休息呢 就是 因為塞太熱了 肥宅會混倒 好 我們來繼續啊 那在 在繼續開始 繼續之前 我們有些事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這個 我們 跟開放文化基金會有一個合作 這個合作就是為這個 我們 因為我們有很多計畫 是希望需要先支援 那希望有錢的朋友可以出點錢 那有利的朋友呢 出力 有錢出錢有利出力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是學生呢 最好的出力方法 就是來Coding 送ProRequest 看Coding多好啊 所以 那如果說 你是上班族 不要問有時間的話 怎麼辦呢 你可以 你可以按下贊助這個按鍵 那我快速講一下 為什麼 我們要有這個樣的計畫 就是說 你可能會 可能會質疑啊 說 我是一個 國立大學的一個教師 那為什麼 我要 弄這個好 那國立大學的計畫呢 基本上 我每年基本上都有在做 只是做的比較少 就是我有在做 那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國立大學的計畫 一般來說 它是專款專用 就是 比方說像我去年做了這個 5G的相關的這個專案 那我的5G專案跟OpenStake有關 所以我的錢只能給OpenStake用 我不能把OpenStake的錢來做這個 比方說做這個什麼自走車啦 或者做什麼阿嬤西西 阿嬤西卡牌的這個開發 這是不對的事情 那 可是問題來 在我教書的過程中 我發現有很多不同學校 不同科系 不同年齡的學生 很容易因為 像SicCon CostCover PyCon 而一起合作 那我覺得是個很好的事情 就是 這些學生 他們用他的時間 去創造出很多有趣的專案 那而且我這個過程中 也看到有些學生 就大學部的學生 就可以去貢獻Linus Kernel 可以貢獻LLVN 不多 我剛剛講的東西 也有貢獻Mojita Firefast的Source Code 不多 每個項目也許就只有一個人 或兩個人 但是對我來講 這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衝擊在哪 這些學生 不需要特別去指導他 不需要特別去引導他 他們就可以自發的去做人事 那如果說 我們再給這些學生 一點力氣 給這些學生一點資源 比方說他去做Mojita 我就讓他去幹嘛 去參加Mojita Conference 去世界各地的重要的研討會 跟那種一流的開發者 直接面對面溝通 一定強太多了 因為他不用指導就可以貢獻了 不用指導就可以學會這些東西 不用特別指導就可以直接修改LLVN 那如果你可以直接找那個什麼 Chris Laner 就是那個LLVN的創始人 直接跟他談 這是一個很棒的事情 所以在我們 就是帶著學生去參加這個國際研討會 那這是一個很有互動性很好的 就是各別領域的高手直接交流 那這些開發者 他看到來自台灣他們也很震撼 因為他們就 哇操一個學生就這麼強 哇那你們這些 台灣工程師不就更強了嗎 台灣工程師沒空改了 那也只有學生有空改了 所以你看我們讓這些學生透過這種管道去參與這個國際的專案 其實對台灣的能見度也是很大幫助 因為學生都那麼強 工程師應該不會太差 之類的 那長期來講可以帶來一些循環 但是我剛才講過了 像我在國立大學拿到的這些經費是專款專用 是不能直接給這些學生的 所以往往需要外部的資源 所以希望可以協助 那除了這以外呢 比方說像一些耗材 做一些開放硬體 然後再來是我們這幾年都有邀請 像Google的 Facebook 基本上在 在矽谷的工程師 然後回台灣 他們本質上都是華人 他可能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 那到美國讀書到美國工作 或是說他不是台灣人 但是因為娶了台灣老婆對台灣有感情 或是說他本來跟台灣也沒什麼關係 但是就覺得 沒想到在網路上看到一些 原來台灣有一些像這樣的一個專案 他覺得很有熱情 然後他就想要回台灣 來台灣幫忙分享經驗 那這些都需要一點資金 不多 但是就是應該會 就是需要各位的協助 所以請各位考慮一下 就是如果有零用錢 你知道零用錢 零用錢發揮到更有效益的地方 也許對你的生活也會有幫助 所以比方說我們快速看一下我們去年的成果 所以我們在去年的話 基本上我們都鎖定一些頂尖的研討會 比方說Linus Foundation舉辦的OpenIoT Linus Con Japan 那還有這個像是RossCon RossCon 是開放原始碼機器人最頂尖的研討會 基本上我們都找這個最頂尖 或者是華人世界唯一的 比如說華人世界唯一的這個 開放原始碼的作業系統研討會 叫OS2ATC 那是北京慶華的成績教授主導 像Folston也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些學生 絕大多數都是大學部學生 所以就是在畫面中看到這六個同學 只有一個學生是博士班 其他都是大學部的學生 而且很快就可以做這件事 然後做出來的東西就是要給人看 就是給人交流 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今天陳司馬不能像過去那什麼司馬千那樣 常駐名上不行 你常駐名上就不用玩了 你就是要大膽丟出來 尤其學生是在丟出來 人家會給你意見 你將心比心 假設你是一個工程名就的 你看到一個大學部的學生 他就能夠去改 你會覺得我想要幫這年輕人吧 你不會說 你怎麼只做這樣 所以我們做的專案是 我們去參加研討會是 夠頂尖的研討會 而且我們就拿 有明顯的成果出來 所以比方說像我們剛才講的 阿嬤西卡牌也是這樣 那我們在去年有做這個 On the Cloud 那也有貢獻到這個上游專案 所以發言說 你看到這個 共比上用的這個 那也是我們這個學生 參與貢獻的 那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那當然除了 除了這以外 那就是我們講的這個線上課程 那除了線上課程以外 也會辦實體課程 實體課程 實體課程就比較密集 就想像說 因為我們線上課程 大概最多就是三個小時 那你就想像 一天聽了12個小時的 演講是什麼感覺 如果你想要體驗 歡迎你來參加公開課程 疲勞轟炸 就是刺激你的想法 總之這都需要資金 所以請多幫幫 就是歡迎你去買零用錢 那給我們來做一些使用 好 然後這個可不可以開整器呢 這個太好了 你沒有發音雜音就好了 好 那所以這個是這件事很重要 好 然後再繼續回到剛剛講的部分 那接著我們來繼續看下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像6乘7 那這東西全部都可以轉 乘法可以做 粗壞也可以做好 好 那所以你會發現 不是F來講的話 最難就是寫應用程式 你以前大學一年級 或者你以前學西語言程式設計的時候 我上次跟一個妹妹聊天 不是故意的 就是反正有個妹妹跟我聊天 我很震撼 原來台北市的小學 國小就學過西語言程式設計 我對我來講好齊 好震撼 可能是跟學校有關 總之就是說 你學習程式設計的時候 免不了就有Holo World的程式 你會發現 不要F要寫Holo World超難的 難在哪裡 難在因為你不能 難在程式碼的長度 如果你把H,E,L,L,O 每個東西都是用++++++去做 那你會發現什麼 那個程式碼會長到不可思議 反過來說 如果你是先印出一個H 而且H的方法是什麼 八乘九的方式 那相當一來的長度可以控制 你就不用變72個加 長度差很多 然後H到E的時候 它有些位移 所以我們就是用這個東西位移 來算它的值 所以像Holo World這個 然後當然你可不可以做Bubble Store 可以 這是超High的 然後 這邊有個線上模擬器 你可以去玩看 就是用Jazz哥寫的線上模擬器 然後你可以把這個程式碼丟進去 然後去體驗 它真的是一個Bubble Store 不要懷疑 它就是一個Bubble Store 而且可以單步執行超High的 對不對 所以你就知道 Turing complete的威力 所以我們剛才講過 我們講過希望什麼 建立一個突破券 所以你想拍拍 拍拍就是把Brainf換成Python 它先定義一個比較簡單的Python 我們稱為叫rPython rPython 因為完整的Python很複雜 但是我可以先定義一個簡單一點的Python rPython跟Python最大差異在哪裡 注意到rPython跟程式語言r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rPython的r是什麼 是reduce的意思 注意到 這邊就是說 Python是一個很複雜的東西 尤其它的形態很複雜 所以rPython把type縮減 所以你可以想像rPython是什麼 rPython是一個static type的python 這句話是不對的 但是你可以想像成這樣 你可以想像rPython是一個static type的Python 所以我們在設計這個 Virtual Machine也好 設計Compile也好 相對來講難度就低很多了 我不用考慮到動態形態問題 我不用考慮到Dock Typing 神奇的一 什麼那些複雜的形態 我不管 所以這導致我們在設計的時候就簡單多了 但是我可以用rPython堆出一個什麼 開發出一個完整的 支援完整的Python形態的一個語言 所以拍一拍它也可以當一個Virtual Machine來用 那BRNF的拖券是可以這樣子設計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們先做什麼事情 我呢 比方說先寫個BRNF的Virtual Machine 用C原寫 像前面看到的Interpreter 所以你先寫個BRNF的Interpreter 比方說什麼 你可以加入一些if-else的 你可以定一些maculanguage 你想像這個七語言的define的東西 你可以寫個extension 你甚至可以定一些比較高階的東西 你真的去定一個乘法 定一個加法 不是講錯 定一個減法 乘法減法 定一個if-else 定一個while 好 那這些東西都是extension 所以我們在 所以注意到 我先寫一個沒有extension 非常小的版本 就像剛剛看到一頁的那個 BRNF的Compiler 好玩的地方在這裡 我在這邊做出extension 所以我寫程式就可以快播了 我就可以便利多了 寫程式的方便性就提高很多了 然後呢 但是最終呢 這東西還會轉成一般的BRNF 所以你可以繼續執行 所以你會想像我上面 就可以越堆積越複雜的東西 所以事實上呢 這樣的東西的確有 比方說這個 有個東西叫BFC 判不相信 所以只好趕快跟他講 BFC 看起來要打全面的 好 有沒有看到很帥啊對不對 工業強度的什麼 工業強度的BRNF compiler 所以這個 像這種專案很好玩啊 它就被 很強大 所以你看這個 畫面都超嗨的 BRNF的Source Code 然後變成一個IR IR之後呢 在幹嘛 再轉成LVN的IR 然後呢再透過LVN 輸出個 64位 廣告的 Intel架構的層次 顯示的班員 所以 中間好玩的就是 IR這個層級可以做最佳化 然後 BACON這個層級可以做最佳化 然後呢 在Source Code轉 BRNF的IR的時候 也可以做最佳化 好 所以你看這個專案超high的 好 怕你找不到貼給你 工業強度 好 那所以呢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 大家 開發出一個什麼 開發出一個 呃 夠強的東西 好 當然你還是會覺得說 那我寫用程式還是難行怎麼辦 好 沒關係 再看下一個 呃 就是 呃 我寫下 EFA 好 那像這個專案就很有趣 就是說 它可以讓你用什麼呢 它可以用 呃 西元 對 應該說 西元的這個substate 我讓你用西元substate 去寫出 這個程式 所以最終呢 就是說你想要一個西元程式 就像這個寫出這個 這個什麼 就是和內塔 和內塔這個程式 我一開始寫的時候 是一個 用西元寫的 好 那所以和內塔就從左邊翻到右邊 嘛 那中間可能寫 經過很多根桿字啊 之類的 那所以 我呢 我讓你一開始用西元寫 然後呢 接著我轉成一個IR 然後再把它轉成BreadF 的那些 那些 那些 所以這個東西叫什麼 就是 像這樣東西 那這個東西的存在呢 就剛剛講這個 Nasty 的什麼 C的Substate 到 N 所以這 這讓你程式開發就可以變得很快啊 所以幫我們做一些什麼效能分析工具 基本上就可以用這樣子做好 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一件事 我們開發一個Virtual Machine 我開發一個Compiler 乃至於說我們設計一個Language runtime 基本上都是經歷過這種過程 所以你大概可以懂一件事是什麼 為什麼我一開始講 你去下載OpenJDK自己看是看不懂的 因為 OpenJDK 的打造就是這樣一層一層一層 你直接去看最終經文當然是不會懂的啊 所以這個 我希望大家真的要知道 就是說 我今天沒有那麼難啊 沒有要立刻挑戰這個OpenJDK 那也許你在9月 就是 看我偷稿會不會上 如果偷稿會上的話 我可能9月跟大家介紹一下 OpenJDK OpenJDK 9 OpenJDK 9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很有趣 你也要好好看一看 OpenJDK JDK 9 我們都知道 就是Java的這個執行過程中 它是透過什麼 它是透過這個 Virtual Machine 那Virtual Machine 裡面會透過JavaSaint-Compiler 去加速它的執行 但是呢 從JDK 9 做一個很酷的東西 叫Ahead of Time Compiler 那Ahead of Time 來講的話 它就是相對JavaSaint-Compiler 就是JavaSaint-Compi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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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 我在執行的時候 才去輸出Machine code 我在執行的時候呢 才去找出執行最頻繁的地方 把它成成Machine code去加速這個執行 那如果我在執行之前 那如果我在執行之前 我就把程式碼 Java程式碼 把它轉成Machine code 的話 這個東西要什麼叫 Ahead of Time 所以AOT本質上它就是一個 Static Compiler 所以AOT Compiler 一般來說 它的行為就跟 7億元的編輯是一致的 但是注意到一件事 Ahead of Time Compiler 不是我們稱為這樣 Ahead of Time Compilation 它不是完整的 就是說 AOT 它可能只做一部分 比方說 Class Library 是變成Machine code 但是其他地方可能 可能這樣 還是用JavaSaint-Compiler 那像Android的ART A-R-T Android的ART 它本質上它就是這個 AOT的Compiler 但是它執行的時候 還是有JIT的成分在 它不是完完全都是Static Compiler JDK-9 也是這樣 它有一部分可以做到State Compiler 它有一部分可以做到JustNet Compiler 但是它有一部分也可以這樣 純粹只用InterResearch去執行 所以這東西很有趣 所以我希望在今年9月 在JC-Comp JC-Comp也是一個很 很不錯的研討會 所以我們剛才講 有幾個研討會不錯 JC-Comp PiComp 還有MoCon 請大家多多支持MoCon MoCon 在今年的10月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自媒體真好 可以一直打公告真爽 好,待會兒 所以這個 接下來我們來講好玩的事情 所以 比方說你可以定義一個Macro Language 像這個左下角 左邊看到的Macro Language 它就像Macro 看起來就很高階 對不對 然後我把這個東西 轉成什麼 Blend F 就是那種 加加減減 那個什麼 大一小一 那 這個東西呢 有很多專案 你有興趣可以去查一下 不過這不是我們今天特別要講的地方 我們今天要講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今天想我要怎麼去設計 一個 Virtual Machine 而且這個Virtual Machine 是怎樣 它本質上效益是夠好的 就是 Ultimizing Integrator Ultimizing Virtual Machine 那這邊的話有這個 之前那個聚乳酸 一個交大效用 聚乳酸寫的一個工具 你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Blend F 這個程式在做什麼 它是一個碎形 碎形的程式 碎形的油跟油 很好玩 就像是自我相似性 碎形 不是這個碎形 下面這個碎形 那碎形的油 可以做出很 絢麗的效果 比方說 你看到這種 那 這個碎形程式 那其實碎形程式 比你想要弄的簡單很多 比方說 來 隨便看一個 比方說碎形 Madebrot 比方說這個 那 這個Madebrot 是 它是一個 就是 揭開這整個領域的一個大師 那它在2010年 因為 胰臟癌過世 所以我在 隔年 就是去 寫一個程式 對它致敬 那 致敬 不是那個 致敬 致敬是那個 那個 致敬 好 那 我今天示範一個 可以畫出什麼樣的程式的 應該是圖片的 網站爛掉 就是它最終輸出的東西應該長什麼樣 我看一下 好 它最終輸出的東西大概長這樣 就是 就是 像這樣 所以你看 像這樣的東西 就是像 不是這樣 這個 中文發音都蠻困的 好 所以就是說 呃 我們最終的輸出呢 像這樣的一個什麼 像這樣的一個 輸出呢 其實它的程式碼比你想中的短很多 基本上呢 它的 原理是什麼呢 它的自我相似的原理是什麼 它就是一組數學式 然後一直在做Iteration 好 我們來直接看結果好了 就說我去定一個Iteration 好 然後呢 我的這個 注意到 這個 complex是什麼 complex是複數 是那個 那個 利美孚那個複數 就是有時數跟趨數步 所以 事實上你就是這個公式 一直幹嘛 一直去 就是 啊不對 這個公式一直在Iteration 所以 Z乘以Z 再加上C 然後呢 這個結果在Assign到Z 所以我從上一項 可以推斥下一項 下一項 再推出下一項 然後呢 然後 我們當然用一些東西啊 比方說 這個每個點圖的時候呢 就給它上一些色 給它不同的RGB值 它就會有彩色 不然它這是畫圖 那回到剛剛那個投影片 那投影片來講的話 我們沒有那麼散發 不 不 不畫圖 我們只是把那個 用那個不同文字 把畫進去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BREF 寫出這個順形程式 所以你看 剛剛C元可以寫出來 用BREF 當然可以寫出來 但是問題是 繪製這個圖的過程中很複雜 對不對 它涉及到什麼 乘法 涉及到 時速負 虛速負 的運算 所以它其實是相對很複雜的運算 所以 以我的電腦來講 就是我的電腦是那個 Nenomo Nenomo 230 的電腦 然後它的 i5 或者那個 Intel Core i5的處理器 那如果呢 原本呢 不做任何最佳化 去執行它的時候 原本不做任何最佳化執行的時候 它幾乎要跑到100秒 91秒 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如果你對它做了最佳化 它只需要0.77秒 我從100秒 到不到1秒 對不對 我提升效能提升了100倍 你會覺得人生充滿希望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有最佳化 根本有最佳化的差異 當然你也發現一件事 發現什麼事呢 0.77其實 人還是不能接受 你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呢 人的視覺佔留是多久呢 人的視覺佔留是0.1 或者0.2秒 就看每個人 所以 事實上 0.77是什麼概念 0.77已經眨眼眨了兩次了 那才變0.77 所以我們要去探討的是說 我們設計個Virtual Machine 我要想的地方不只是怎麼執行 像我們前面不是有個Brain F的Intervator 你看懂就知道怎麼去執行 它就是對每個Sale去改變它的狀態 但是更重要的地方是我要怎麼做出Optimizing 然後我們繼續看下去 就是說呢 事實上這個東西好玩 原本需要90秒 但是你只要做很基本的最佳化 它可以提升11倍 好 然後呢 如果你說你在裡面設計一個 Just-in-time compiler 就是在執行時期輸出母親扣 它可以呢 它可以 把時間縮緊到17秒 很棒對不對 從91秒施短到17秒 這很棒對不對 好 然後呢 這個如果說你 又再做一點最佳化 可以降到1.37秒 這聽起來很棒對不對 然後或者搭配其他的這個 Just-in-time的這個 Engine 比方說這個 這是一個日本寫的Engine 所以變3秒 那你再做一點最佳化 可以到0.77秒 那這個東西是我寫的 我寫的一個 Just-in-time的一個Engine 那可以用 又可以降到0.77秒 好 右邊是什麼 右邊是Compiler 就是說 我把Brand F先轉成Ccode 再用GCC 開最佳化去執行 你會發現一個有趣的事情 有趣的事情是什麼 有趣的事情是 如果你先把Brand F的code 轉成Ccode 再由C編譯器 像GCC 或者LVM 去做最佳化 你會發現它的時間 有沒有發現 比方說這上面1.27秒 還是比這個時間來的大 還是比這個時間來的大 有沒有可能 Dynamic Compiler 左邊的來講的話 都是Dynamic Compiler 在執行的時候 去 左邊底下這幾個 都是屬於Dynamic Compiler 是執行執行 才輸出Machine Code 右邊是Static Compiler 所以這就是有趣的 就是什麼 你會發現說 設計的精巧的Dynamic Compiler 有可能會打敗Static Compiler 更好玩就知道是什麼呢 就算你不做Justington Compiler 比方說BFF 或是BFF 這兩個都是純粹Interpreter 設計的好的Interpreter 有機會打敗 不做最佳化的 這個Justington Compiler 那這邊跟大家分享 更有趣的經驗 也不是有趣 血淚的經驗 這個血淚經驗是這樣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以咖啡來講 它是全世界第一個 Open Source的Java Witcher Machine 也是因為咖啡的存在 刺激了GCJ GC for Java 也是因為GCJ的存在 刺激了很多Open Source的Java Witcher Machine 那也因為這些 Open Source的Witcher Machine 的波波發展 導致Static Micro 開始思考 要不要把自己的 Source Code open出來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像你今天來講 OpenJDK OpenJDK 已經跟社群 獲得很好的發展 所以你可能知道 今年有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今年有一個訊息 對絕大多數人來講 都是好事 但是對我來講 是酷酷的事情 我還在跟你們講 每次講的事情 很難過 GCC 在今年推出7.1 7.1有一個重要的 改變是什麼呢 就是把GCJ 拿掉 所以 GCCJ活得好好的 幹嘛拿掉 為什麼 因為 OpenJDK 很成熟 而且 OpenJDK 對整個 自由軟體 開放原始碼 社群的發展 是很友善的 所以 後來 GCC的委員會 就決定說 要把 GCCJ拿掉 因為 GCCJ的發展 還是跟 OpenJDK 落差很遠 對絕大多數人來講 是好事 因為 GCCJ的Source Code 就大幅縮減 下載就更快 然後 因為GCCJ 本來有一些東西 是比較複雜的東西 那 現在拿掉之後 就可以 有機會做出更快的 其實 所以 對大部分人 兩回好事 因為 我對GCCJ的貢獻 就不見 酷酷 好 所以 沒事 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要繼續 繼續貢獻 所以我今年開始要考慮 來貢獻 OpenJDK 然後 咖啡 咖啡呢 是 全世界 也是全世界第一個做出什麼 做出 Java的JustNet Compiler OpenSource 但是 咖啡的JIT Compiler 有一個很悲劇的地方 咖啡的JustNet Compiler 有個致命的問題是什麼 它的效能 它的效能 其實 因為它的最佳化程度沒有做得很好 所以你看 像這邊有寫那個JIT 這邊JIT表示JustNet Compiler 那JIT3就是快三倍的JustNet Compiler 但我們那時候遇到一些很糟糕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 這個是 咖啡做過最佳化的編儀器 但是咖啡做過 動態編儀器 咖啡做過最佳化的動態編儀器 它的效能很可能比純粹的Interpreter還能來得差 那你說 哇靠你還搞屁啊 所以這個說明有什麼事 這又 這說明一件事是說 這個整個 整個 Rong Time 設計很重要 所以我剛才講過了 就是說 設計Watcher Machine 其實要對很多領域有很多概念 你要從那個計算機理論 離散數學 程式語言 形態的理論 計算機結構 因為最終要在真實的領域上面跑 然後呢 你要很了解 你要很了解CPU架構幫那個Cache 你要了解Pipeline 你要了解Out of Order and Execution 甚至你還要了解說 像那個 比如說是 Automic Automic Instruction 這個東西 你要非常了解它的細節 因為 任何一個幅度的差異它會被放大 所以像我當你在設計這個 我當你在設計這個 咖啡的時候呢 其實效率也是很好 所以吃了非常多虧 不過這個專案還是有它的這個 所以你看十幾年都沒有改過了 基本上它已經 它是一個過時的東西 所以 我們還是把它忘記了 所以 你現在不用真的去看它的Source Code 這跟你講說 絕到多數的Runtime都做得比它好 然後 雖然我們去想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效率落差 如果我們把它畫成圖的話 這個圖就很明顯 所以我們在設計過去的時候 要學會很多自圖工具 好 再講一次 我們不要用ecell畫圖 ecell畫圖 就像這樣 很糟糕的 我們應該用專業點工具 好 比方說gnuplot 好 那gnuplot 好 這個東西很重要 畫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好 那gnuplot 你可以Google搜尋 再加一個關鍵字 叫NCKU 那我們成大的 我們 我們在成大 有很多學生 幫你整理的 怎麼把gnuplot 怎麼好好使用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教學影片 我們有可愛的女孩子 因為我知道你不太想聽 所以我們有可愛的女孩子 幫你畫圖 講點給你聽 gnuplot 所以就是說 因為畫圖實在太重要了 很多數字你可能感受不出它的差異 但是你把它畫圖出來就會差很多 所以你可以畫成這種比較專業的圖 或者是畫成這樣 對不對 那你資料量多的時候 你就可以很清楚 或是這樣 就是這種落點分析 不是那個vink 是那個落點 是那個不同的點 分析 那你也可以畫成這樣 這個 這個 降雨的差異 這種的 所以它可以讓你畫出很專業的圖 而且它可以 它可以讀入這些資料 你不用打開Excel 你可以在comment line就可以做完 所以你可以同時畫一道具圖 然後再拿出來比較 這件事非常重要 所以你一定要學會畫這個工具 好 再繼續看下去 那我們就接著再思考 要怎麼做最佳畫 好 那我們現在講一下這個基本原則 這個 基本上你要做Virtual Machine的最佳畫 基本上行為上其實跟 其實跟什麼 跟設計編輯的大筆是相似的 比方說 看到哪些是重複的程式 把它消除掉 然後再來是 我們會有個東西叫Quick刷選 Quick刷選的話 就像我剛才講的例子 1加2加3加4加5 一直加到100 對不對 台灣人最會的Quick刷選是什麼 就是10倍 對不對 就是什麼 1加到100 你連算都難就算 直接幹嘛 100 直接寫5050 所以當你看到1加到100的時候 把它換成5050 所以你把 你看喔 以前要做什麼事 要Printer 括號 1加2加3加4 加到100 或是說有個Fort圍圈 i加1加2加3 一直加上去 那 不管原本的東西長什麼樣 它就是很複雜 但是我直接Printer 5050 這就是Quick刷選 我把複雜的 需要 繁瑣的分析 需要更多時間去執行的 我把它換成很快 然後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那另外一個策略是什麼 找出HotSpot 就是找出熱點 這個HotSpot不是講 assess point 不是講 Wireassess point 這個HotSpot 而是說 把這個 程式頻率找出來 那以程式的執行有趣 尤其是ServerSign 在ClientSign 在ClientSign還好 就是ClientSign 畫面中看到的東西 就是ClientSign 就是 瀏覽器 你的Office 接著ClientSign ServerSign有趣 ServerSign 你會發現很大筆的運算 都是集中在某些行為 比方說Io 比方說Query 很大筆都是在模型點 所以如果說你可以對峙下腰 把那些很慢的東西換成快的 這樣就可以提升 那當然 裡面就可以參雜這個 Jars in Time Compilation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 比方說這個 加了10次 加了10次 對應的息口就是這樣 那或者說這個PTR 這個 我把這個DataSale去位 所以這個 一直低增 低增10 如果呢 你可以 你看 原本如果說我們對一道CPU架構 它就是Fetch 我去Fetch 我去Evaluate 所以那Evaluate就是什麼 就是對這個DataSale 這個DataSale 那邊怎麼樣 就是值去加1 然後呢 我要重複這個Fetch 所以你看 這邊要Fetch Evaluate Evaluate Fetch Evaluate 我能不能一口氣直接做完 所以原本需要10到Instruction 我能不能直接做一個Quick Instruction 直接把上面的東西直接換成10 可以啊 就像這樣 所以我今天把這個東西 不要小看這個東西 這東西直接指定一個數字 它就是一個Quick Instruction 所以我看到 我今天設計的Quick Instruction 就是Evaluate 加10 然後 同理 如果我們去思考 還記得這個東西 方括號減 這什麼東西 這就是reset to zero 或是clean 那所以呢 不管是上面 或是下面 我們稱為叫可樂貓 不是我們啊 我啦 我稱為可樂貓的模式 所以不管上面跟下面的來講 它就是reset to zero 我能不能直接把它換成什麼 換成另外一個Quick Instruction 然後你去想一件事 這件事意義非常大 為什麼 因為原本的是怎樣 是fetch 然後幹嘛 condition bridge 所以它這個東西對performance的傷害很大 我們都知道 以CPU來講的話 我們有time line time line 最怕什麼 time line最怕兩者 幾件事 第一個是stone 第一個是stone 第二個是branch 我往往遇到branch的時候 往往我會遇到什麼 要打掉重來 所以你才會需要做branch prediction 可是呢 不管是 不管是做怎樣的prediction 都可能會miss predict miss predict 的代價 落差可能就很大 那有沒有可能說 我們直接把fetch branch compare 這些直接的樣子 都把它去掉 把它換成一個instarch 然後 它就是 不要說剛剛講 reset to zero 或是clean 那這樣好像說什麼 很明顯 它就 它就只有一個instarch 它就沒有branch 所以你看 整體變快了 那所以你看 如果我們把這些technic 如果我們可以去發展這些technic 那 我們把這些技巧都把它帶進來 那累積起來 也許可以創造一個很大的貢獻 但是不要急著做 千萬不要急著做 為什麼不能急著做 你要想你要有效益 我們在台灣做了太多的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 early stage optimization 對不對 什麼叫early stage optimization 你想看你怎麼長大的 你小時候就幹嘛 小時候就去讀英文 對不對 This is a pen that is a book 那你長大之後也不見得會講英文 沒有我說我啦 那所以你看 小時候學英文又怎樣 長大還是不會用啊 對不對 至少我在成大遇到很多學生 英文還是講的很奇怪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看到我比較害羞吧 可能遇到女老師 英文就講的比較好 這是我的錯 那最後你看 小學就學英文 但是到了大學 到研究所 到博士班 講的英文還是沒有什麼好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 個案 我相信絕大度數都很厲害 我可能遇到英文特別差的 這是一個 然後在什麼呢 在小時候學了很多才藝 什麼鋼琴 可是你長大就沒有彈啊 那這個 那還是沒意思啊 對不對 你最後還是不會啊 因為你手就生疏啊 你樂不早就忘光了 對不對 那還不如不要學 所以我們做了 Premature optimization 其實學諸算 有些比較年輕的朋友不知道 諸算 就是那個撥算 然後學諸算 它可以讓你計算可以變壞 這是好事 但是呢 這件事發生太容易用 對不對 你後來發現人 有沒有 去學電腦程式設計 還沒有要有用 那或者什麼呢 你很多小學呢 就開始教紀元程式設計 教什麼Python程式設計 教那個什麼Squatch 教了很多程式語言 可是你基本上就沒有想懂 你學程式語言幹嘛 你這件事沒有想懂啊 或者說你對這個世界的探索沒有想懂 你為什麼不先探索這個世界 再想 我可不可以用程式語言來解決問題 就是很多人是先學程式語言 才去探索世界 不是說本不導致 注意到每個人學習方法不同 這沒關係 但是我們都忘記事物本質 所以我們在台灣做了太多Premature Ultimization 導致說我聽到什麼最佳話 我就進去做 你有沒有想到 Ultimization跟Ultimization之間 有沒有可能的衝突 會 所以 在這些過程中 我必須要 除了學會 用Google Plot 來畫圖以外 你要準備好很多Benchmark 所以比方說 我們這邊列出一些Benchmark 比方說AWIb AW超high的 它是用BlendFuck 抱歉 對不起 BlendF 寫出來的BlendF compiler 那這個BlendF compiler可以接受什麼呢 BlendF的程式碼 可以輸出Ccode 可以輸出EF成績檔 可以輸出Assembling 可以輸出Java Bycode 帥吧 所以你可以去查一下AWIb 它是一個很強大的 這個Compiler 然後呢 在底下 比如說底下你就知道什麼核內檔 那我們前面有一段程式碼 就是這個 DBFI 它是一個Cell Interpretion 只需要一頁就可以顯示 所以我們先準備好一些Benchmark 那我們拿這些程式當做Benchmark 所以我們會想要去分析 做最佳化跟沒有做最佳化的差異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來講的話 就是注意到左邊的單位是秒 再講一次 左邊的單位是秒 那我們在我的電腦上做一個實驗 這個實驗是怎樣 我去執行 所以比方說 我沒有最佳化的狀況下 那個Minderbro 就是那個碎型的程式 執行需要18秒 那 那個核內塔也不妨多亂 核內塔執行的快要10秒 所以它都執行非常長 都是人類有感的 基本上只要大於0.2秒 人類就有感 所以你看花這麼長的時間 那接著呢 我們看最佳化 哇 你看我打開最佳化之後 非常近的 有沒有看到核內塔 核內塔那個程式原本需要10秒 瞬間不到1秒 哇非常之震撼 那Minderbro的這個程式呢 原本需要18秒 但是打開最佳化之後呢 只需要3秒 也是非常巨大的一個改變 所以我們就去思考 我們呢 這些最佳化策略 的效益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接著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怎麼做方法這件事 那在這邊來講話呢 我們設計一個IR 所以你看到IR的總點 這個設計Watcher Machine 的時候呢 要考慮到一個東西 要怎麼去加換 所以今天我們來看一下一件事 就是說 所以我們先做一個叫Contraction Contraction的概念很簡單 Contraction的概念就是 好不要問我加加加 加了5次 我就變成說 就直接設計一個東西叫加5 那減了5次就設計一個東西叫減5 所以你看我設計一個IR 在原本的這個 在原本的這個Band F裡面呢 只有Input Output 那只有Open Loop跟Close Loop 但是呢 我在這邊新增了新的IR 叫做什麼 Add 然後 然後 那個 往右 往左 這個東西就往左 這個DataSale 往右 往左 那你看我今天就做這個 我這會叫Contraction 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只做這個最佳化 你就會發現什麼事 注意到這個 這個 這個單位不一樣 再講知道 這個 前面看到的圖的單位是秒數 就是多少秒 後面看到的東西是什麼呢 是相對時間 就是說 相對沒有做最佳化的那個時間 那你可以看到一個很驚人的事情 我只做這個等級的最佳化 我只做Contraction 我整體的時間降低的量很驚人 像你可以看到什麼 像這個Mandelbrot 竟然效能提升了5倍 只需要原本的 那個什麼 原本的這個 原本的這個 五分之一的時間 那這個 核內塔也不妨多浪 核內塔這個 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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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得原本的兩倍 兩倍的那個 執行效率 所以這個 你看看這個執行策略 好 那左下角是什麼呢 左下角就是跟你講說這個 我引路這個IR 它對應的call 所以你看 原本的那個 原本的blendif的程式是這樣 就像指握東西這樣 我就把這個東西 重複的程式把 把它這樣 把它精簡 所以 這邊東西變成什麼 變成右邊這個東西 好 那同理 這邊有個 這邊有個 這邊這邊 這邊都這樣 就左邊跟右邊 好 那接著呢 我們做一件事 叫做reset to zero 還記得那個可樂貓吧 好 可樂貓這個模式 叫他改的reset to zero 誒 這件事有趣的 反正 你可以看到很多層次 比方說manderbroad 那 或者說 像那個什麼 AWIB 那這些 像manderbroad也好 AWIB也好 它是由人去寫出來的層次 由人去寫出來的層次 它可能寫的時候 就可以避免這個 reset to zero 所以發現說 其實只有 我們的benchmark 其實只有兩個有效益 那reset to zero 其實很簡單 就實說來講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把它改成這個 把model member sale 裡面填成零 好 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 你可以去設計一個機制 像這個 可樂貓變形 可樂貓變形的這個設計是這樣 就是像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呢 它其實本質上是什麼 本質上就是 它有一個 就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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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回圈 它一直把 dataset的某個區段 的值 一直這樣 一直把 copy到另外一段去 那我們稱為這樣 copy loop 那對應到 c code的話就是這樣 就說我這個有個loop 那我 我有個x 所以我 把這個內容 加到這邊來 那我們稱為叫copy loop 所以我如果設計這樣的一個 quick scratch 的時候 發力有趣的 這樣的quick scratch 對 絕大多數的都有用 而且你看像這個 荷內塔 這東西就有發作用了 好 注意到 我們今天這幾個東西 都是單獨 就是單獨 單獨做contraction 單獨做clear lucet to zero 單獨做copy loop 所以你可以看到什麼事情 雖然 clear loop 這東西聽起來 好像效果很顯著 但是其實怎樣 那個copy loop 其實你可以發現 它的效應來得更大 接著呢 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中 常常會有一道乘法 還記得前面講的 建國師數學對不對 6乘以7 所以前面要先把6做出來 然後幹嘛 用4回去把7包裝起來 好 如果呢 我可以直接設計一個 6乘以7的這個中心 也就是說我做一個乘法 那這個乘法值呢 直接給它把最終把它 散到某個 某一個最終的這個sale 的話呢 好 有趣事又發生了 這個東西呢 對這些城市的影響很大 所以你看到 這邊不管是什麼 什麼河內塔啦 這些 基本上怎樣 都輪到懲罰 反而是這個Mando Bros 所以大家可以猜出來 Mando Bros 它在實作的時候 它避開 直接的懲罰 所以它可能 它一定有數學 它稅息就是數學運算 但是它的數學運算 一定是透過某種 避開直接用乘法的模式 好 同理呢 如果我們再繼續看下去 如果說我們去想一件事 就是什麼呢 就是 我有沒有可能呢 我加的時候是這樣加 來複習一下前面的加法 前面的加法是這樣加的 前面加法是這樣 我只改變一個data sale 如果呢 我改變data sale的時候 我改變什麼 指定了一個off sale 那我用這種方式呢 我稱為叫什麼 叫做operation offset 就是我在做這些操作 加減的時候呢 我是不對 我off sale 因為這種pattern 出現得很頻繁 所以呢 我對原本的東西做擴充 我對原本的加法 減法 還有這個clear 跟這個懲罰 我都做擴充 有趣 這件事的出現了 又可以改善效能 但是改善幅度不是很大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一個有趣的東西 像這個模式 這個模式的好玩地方是什麼呢 它其實本質上呢 做的事情呢 它是一個什麼 它就是 scan loop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事實上在做的事情 像這樣不錯 那這個樣的模式 對大部分的code都沒有效益 沒有效益 但對這個 提升了三倍效益 然後如果說呢 我們把剛剛那個東西 都全部加上去的話呢 你會發現什麼 對於像核內塔 核內塔那個東西 是透過剛剛講的 BFA BFC 做出來的 所以它本來就是code jam 出來的東西 所以這個提升幅度很大 帶來130倍的效率提升 那AWIB AWIB是直接由能去寫 很精緻去編轉 所以它的提升幅度很有限 只有提升兩倍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件事是什麼 如果你需要 讓整體效能在進步的提升 你必須要把它的那個 Pattern 就是它的執行的Pattern 它那些原始程式執行的樣式把它找出來 所以在我們這個 我們去年 我們去年在我們的課堂 就有一個 有這樣的一個作業 就是 介紹這個BLAINF 所以我剛才講的東西 在底下可以看得到 所以就是說 讓你去思考 有沒有可能去提升 有沒有可能 我去降低這個loop 我去改善這個contraction 然後我對這個像AWIB 多或是在Menderblog 去再分析 再去思考 有沒有 進一步的提升效果空間 所以這邊來講 就可以看到 這個執行時間 其實就很明顯 所以你可以覺得 你可以遇到這個什麼 你可以思考到 所以這中間 它是一個很細緻的 很細緻的一個變革 那當然你說 我說好的Justine Uncompiler 在哪裡呢 不要慌張 我們繼續跟著探討 所以在我另外一份同一片 就來探討這個部分 就來講什麼呢 講這個 Interpreter, Compiler, and Justine Uncompiler 而且是從無到無去打造 這個是在兩年前我的熟期課程 所以順便廣告一下 每年都會開熟期課程 所以我們用這個熟期課程 也是一樣 學生 學生 基本上你有讀書 注意到 學生你只要有讀書 你就可以免費來參加 但是如果說校外人士 請你對我們做一點貢獻 你可以贊助我們 或是多送一些ProRequest 讓我每天有看不完的Call 那我就會覺得很開心 然後就好好的活下去 對 所以希望幫助 你看剛才我們終於突破30個支持者 感謝剛才幫助我們的朋友 所以我們在熟期課程也會這樣的方式去運作 所以學生就讀書 也不用讀太多書 你就讀一個禮拜的書就可以來上課 比如說我連書都讀不完怎麼辦 那你就想辦法證明你有貢獻 你可以拿出你的信用卡去貢獻一下 也是一種 所以說這個過程中我們在兩年前的熟期課程 我們就特別去探討 什麼的 這些怎麼去實作這些interview的compiler 那這兩篇投影片有一份是重疊的 所以這個 我們可以快速跳過去嗎 可能需要加速一下 好 那這邊有幾個東西我們要特別提醒大家 以Brave的實作來講 有個東西很難 就是loop 因為loop是nested 就是說loop裡面還可以有loop 那所以這個nested來講它是潮狀 注意到 nested的中文翻譯叫潮狀 不要再翻什麼簽套套欠 我不管別人 拜託 這個東西 30年前台灣的書本 就是叫潮狀迴旋 這個名詞不是很好嗎 拜託不要再那麼牽來牽去套來套去 莫名其妙 不要跟那些沒文化的人 用他們詞 拜託請尊重我們的傳統文化 好 因為nested的loop導致我們要在這個過程中 BGL怎樣 BGL可能遇到它的層級 那你會遇到一個狀況就是 它有可能不會pair 所以就是unmatched的loop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實作インタープル是要特別注意到這一段 所以以我的電腦來講話 它跑那個middle block 一開始的版本要跑兩分鐘 很麻煩 那接著我們來探討說怎麼去實作一個compiler 那compiler來講 基本上實作有兩個地方要考慮到 一個是ISA 一個是ABI ISA就是說你的指定架构 比如說Intel架构啦 Under架构啦 或是Andes架构啦 Risk5架构 然後再來是說你要考慮到一個東西 calling convention 就是說我的function 怎麼進入 怎麼去離開 不是function 因為perC9 perC9怎麼進去 怎麼去離開 我要由colon去保存贊成器 還是由coli去保存贊成器 或者說coli跟coli 我保存贊成器 我抽到只用stack 那這個東西就要去規範 所以這東西涉及到應用程式的相容性 所以我們要去訂一個東西 ABI 好 那除了ABI以外 你還考慮到一件事 就是我們最終輸出的東西 是一個什麼 合法的這個 Intel的Assembling 所以我們既然要輸出合法的Assembling 就要考慮到一件事 就是你要有probe跟abrog 那記得我們前面講過那個 需要一個什麼 一個stack 就是一個磁帶大小 所以我們宣告一個 3萬個 注意到 為什麼要308 這是有學問的 好注意到 308有很大學問 後面會講 真正看這個部分 好 所以我們先宣告一個 DataSale的大小 3萬個 3萬個 3萬個空間 3萬個byte空間 然後我做一些必要的準備 那這個東西做為什麼 開幕 probe就是開幕 序幕 amprobe amprobe就是閉幕 就是人生走到鏡頭 就是閉幕 所以開幕式 閉幕式 所以我們先把開幕跟閉幕準備好 主要就是stack的處理 還有一些資源的配置 好 接著要做的事情 中間有些很複雜的東西 剛剛為什麼要加8 是有alignment 注意到 alig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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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 不只要講三次 好 但是其他 中間就簡單 中間是甜 看到什麼東西就轉 剛好在intel指定超high的 intel指定來講 加減大於小於 這些Brain F的語彙 剛好都可以對應到一行 一行 Assembly 超high對不對 所以寫它的 那個combine超級簡單的 就是中間就看到什麼東西填一個 但是呢 這個 對 那個 loop就很難了 loop你要考慮到 要去找它的 批不批配的問題 這個東西就比較麻煩 還涉及到 alignment 有可能不批配你 第一出去先警告 nesting 這個東西要處理 好 那你可以看到一個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原本 用我們做出來的 很普通的 這個很naive的 很天真的 這個 interbreed 需要兩分鐘才能夠把 medible做完 但是呢 把它變成那個 compliant 它需要怎麼 9秒就能做完 接著呢 我們來介紹一個東西 就是說 on的地方 先審註掉 好 我們接下來介紹 這個 就很多朋友對這個地方 有興趣的地方 好快點講一下 那 我們先 來看一個小型的 justing compiler 就是 比方說呢 我在執行時期 輸出machine code 而且去執行 這件事不是很容易 我在講一次 哪件事不容易 我要執行時期 產生machine code很簡單 對不對 memory copy就可以 所以比方說 你大概猜得出來 這個東西就是machine code 所以我在執行時期 輸出這個東西就是把它印出來 或者把它memory copy到某一段 OK 這沒什麼大問題 真正的難問題是什麼 真正的難問題是 我 我產生 我複製 我輸出 都不是太大問題 真正的問題在於說 我怎麼執行 那你說 產生產生碼不就可以執行嗎 注意到一件事 我們在 在units 在windows 在任何 現代作為系統 都會有什麼 記憶體保護 所以我每一個patch 會有不同的屬性 所以有些patch是read only 有些patch是read only 有些patch是write only 有些patch是可讀可寫可執行 那所以呢 你會遇到這種狀況 每一個patch都有不同的屬性 好 很不幸的地方是 以程式碼來講 它的屬 以這個 以這個 我們稱為叫text 就是那個文字那個text 程式碼是放在text section text section來講的話 這段有趣 這段呢 這段它會設計成什麼 它可以read only 可以設定成可執行 那 如果是 資料呢 它叫data section data section會是這樣 它會read only 然後怎樣 不可執行 好 所以呢 你看喔 我既然data是這個read only 它不可執行 那我copy完 copy到另外一個data 這個copy到基底某個地方 如果你沒有特別設定的話呢 就會導致這個問題 我就沒有辦法保證它能不能寫 所以呢你需要有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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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ory map 你去map一個空間 然後讓它可以怎樣 可寫 可執行 所以呢 這件事好玩啦 我呢 我讓一個空間呢 可寫可執行 所以雖然上面這一段呢 它是read only 但是我把這裡的資料copy到可寫 可執行的地方 注意到可寫一定要寫啊 你回去可以把這個可寫的東西拿掉 你就會死得很難看 好 所以總之就是說 我 我 memory mapping的空間 我讓它可執行 好 接著幹嘛 我就跳進去執行 所以function pool的強大地方 你知道嗎 我把這個copy到這邊來 copy到這個地區 然後呢 我就直接把這個function 直接把這個function 指到哪裏 指到 就是 指到這個 我最重配置的地方 所以之後呢 我就幹嘛 調進去執行了 好 所以這個就是 最小型的這個 非常小型的一個 教室任和pilot 好 所以我們做了 memory map 好 那你可能用到其他的 系統步驟 比如說 emprotect 那在Windows有類似這個操作 那因為呢 寫這些 寫這個machine code 實在是太愛控股了 對不對 所以你要 你要去對 你要先用Assembly 把它 把它變成machine code 然後再反 再怎麼 一個bine 接著一個bine 其實很麻煩 所以這邊介紹一個工具 叫做Dynamic Assemble DYNAMIC Assemble 它最早是在LUAJIT的專案 那LUAJIT你可以知道 它就是一個 有Justina compiler 它帶來了機制的一個LUAJIT 所以它可以 或是LUAJIT可以大加速這個LUAJIT的執行 它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專案 那很不屑的樣子 它主要開發的只有一個 那它十多年來很努力的在開發 那大概已經有十二年了 十二年還是十三年 在長期在開發 Dynamic Assemble 就是這樣的一個產物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 我今天比方說這一段 比方說這一段 比方說這一段是 看起來是Assemble 最終會把它轉成machine code 那所以你在撰寫剛才那段程式碼 所以你可以很容易去把這段code把它改寫 改寫成這樣 就先這樣 注意到它的語言 它不是直接變西code 你用腦袋想知道 你覺得不是合法西code 所以它先透過它的工具 Dynamic Assemble 把它轉成合法 合理的 合法的西code 那合法的西code 不管放在header file也好 放在.7檔都好 反正對西語言來講 點C跟點H不是重點嗎 重點是 重點是怎麼解析 總之呢 那我在這段過程中 我去產生什麼 產生這個 產生 產生特別的 那個 Machine code 輸出 然後就跳入執行 所以你可以把剛才那段code 就把 會寫出 compiler 之後 你要寫教室一段 compiler 就是 你先把Prolog 把它寫這樣 然後呢 接著什麼 接著就是 接著就是 把這個東西 把它寫成那個 對應的 Assembly把它寫出來 然後 你可以這樣輸出 然後呢 直接看重點好了 你還記得 剛剛我們發現一件事 剛剛我們發現 那個 compiler 版本 你自己寫 compiler 版本 它需要9秒 可是 我在執行時期 才輸出 竟然可以比 compiler 來得快 你不覺得很神奇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 比古阿末還神奇 不不不 跟那沒關係 所以就是說 這件事有趣的地方 所以要怎麼解讀這件事 這件事有趣 所以我們在下個系列 需要帶著大家探討 提醒他一下 這件事跟Cash的行為 有很大的觀點 好 那所以呢 我希望呢 今天的這個講座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可能快要結束了 所以我希望我們今天講座 對你有些啟發 那我們丟出一些資料 所以我也希望觀察一下 大家的接受程度 那我們開始講比較細的 就是說 我們先講 Witcher Machine Witcher Machine的重要性 Witcher Machine的適用性 以及怎麼去使用一個小型的 不行不行 那也希望你照著這個底下的例子 底下有些例子 請你真的把它熬起來 試試看 那在結束前 我們來快速回答一下網友的問題 這個猜測 這個猜測 這個猜測我怎麼可以跟你講 試一下講 不要在這邊問 然後 再來是 剛才有朋友問到這個 Thready的Call 那所以我們在下個系列可以探討 好 那今天感謝大家 那也希望各位對我們的課程 可以多多的協助 好 那這個 也歡迎 你就是 如果說你對這個過程中 有一些建議 啊 或是討論啊 請你多用這個討論區 好 那我們 我希望我們這個 剛才提過了 我們希望這個Vitcher Machine 這個系列 可以繼續進去演習 希望大家多多幫忙 好 謝謝大家 各位晚安 來吧